变得历程的 首先言说此一世界中之最大的存在体 一级天地 天地是最 大的存在体 而它们的存在及变化的原理是有规矩的 并不是没 有法则可以掌握的 掌握天地之大的法则就在阴阳与刚柔 天油 阴阳显现春夏秋冬之四时 的由刚柔显现东西南北之四为 天之 阴阳的之刚柔就说尽了天地之用 参见其言 物之大者无弱天地 然而亦有所尽也 天之大 阴阳静之已 的 知大 刚柔静之已 阴阳静而四时尘焉 刚柔静而四为尘焉 四时四为者 天地至大之为也 凡言大者 无得而过之也 意味 意味 始以大为自得 故能成其大 其不畏至伟至伟者于 观物篇 天生于动者也 得生于静者也 以动以静焦 而天地之道静之已 动之始则阳生焉 动之即则阴生焉 亦阴亦阳焦而天之用静之 以 静之始则柔生焉 静之即则刚生焉 亦柔亦刚焦而的之用静 之以 观物篇五十一 少庸的这种说法并不算是对于天地阴阳刚柔的概念的重新解 定 而是对于人类认识世界的思路的重新说明 少庸就是要以他 的先天意图的心法思路 将规律的一分为二、二分为四的四项架 构称托起来 以知排比天地万物 从而使天地万物接在四项架构 的排比中整理起来 形成一看似极有规律的事物关系的连结性之 实体系 四项以阴阳炎为太阴太阳少阴少阳 以刚柔炎为太刚太 柔少刚少柔 以阴阳炎之时即收缩天上之日月星辰 以刚柔炎之 时即收缩地下之水火土石 唐君毅先生为少庸气域以四项系统改 便五行系统以总说天地万物 十九 此说圣当 四项纪力 则以日 月星辰说属寒昼夜 性情形体 以水火土石说雨风漏雷 走飞草 目 参见其言 动之大者为之太阳 动之小者为之少阳 净之大者为之太阴 净 之小者为之少阴 太阳为日 太阴为月 少阳为星 少阴为尘 日月星辰交而天之体净之以 净之大者为之太柔 净之小者为之 少柔 动之大者为之太刚 动之小者为之少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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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太柔为水太刚 为火少柔为土少刚为时水火土石交而的肢体净之以 物篇 物篇五十一 日为属 月为寒 心为咒 尘为夜 属寒咒夜交而天之便净之以 水为雨 火为风 土为漏 石为雷 雨风漏雷交而的之化净之 以 属便物之性 含便物之情 咒便物之行 夜便物之体 性情 形体交而动植之感净之以 雨化物之走 风化物之飞 漏化物之 草 雷化物之木 走飞草木交而动植之印净之以 观物篇五十 一 二十 此类排比阶级有秩序 然而此一秩序究竟有否真实之知识 以 一 作者认为旧知识是增加我们对于世界的经验资讯而言 少庸 之宇宙架构是没有这样的功能的 它的架构所提供的是认识的心 模型 是提供对于已经具备的经验资讯的意义理解 理解其在一 套四项架构中的天地万物的相互涉入交涉流变的意义 即如方东 美先生为其所提出的几个原理法则之意义一般 所以少庸宇宙图 是之作 是借由分类的规律 将天地万物集结起来 借由彼此交 设互动的关系 建立认识的新模型 而此一工作之所以可能即是 因为人心之运用 及其言先天学之心法学义 更重要的是 即是 人可以掌握的 以及透过对于天地万物的知识架构的建立 使其 得以在人类感官认之系统下被竞权掌握 从而收管于人心中 以 此成就圣人事业 以此进行修心功夫 以此定义知识 这就是作 这所谓 这所谓 少雍学的 圣人功夫境界之学是一个知识掌握意义的学说行 太之意 参见其言 夫人也者 属寒昼夜无不便 与风漏雷无不化 性情形体无不感 走飞草木无不应 所以目善万物之色 耳善万物之声 鼻善万 物之气 口善万物之味 灵于万物 不亦一呼 观物篇五十一 日月星辰者 便呼属寒昼夜者也 水火吐食者 化呼雨风漏雷者 也 属寒昼夜者 便呼性情形体 沉寒昼夜者 云风漏雷者 化呼走飞草 木者也 属便飞走草木之性 寒便飞走草木之情 咒便飞走草木之情 咒便飞走草木之情 夜便飞走草木之体 云化性情形体之走 风化性情形体之 非漏化性情形体之草 雷化性情形体之草 雷化性情形体之草 性情形体之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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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乎 天者也 飞走草木之草 本乎地者也 本乎天者 分阴分阳之草也 本乎地者 分柔分刚之草也 夫分阴分阳 分阳 分柔分刚之草 被天地万物者 人之谓也 六十一篇 针对邵雍的游异学 已说宇宙之天地万物而言 他在异学史上 的知识意义为建立认识挂象的最简易的排比序列 即一分为二的 加以备法的序列 一方面表现在意图中 另方面表现在以四项说 天地万物中 至于这样的 一学与儒学理论观设的知识意义 则是 藉由圣人对天地万物的知识意义的掌握 从而作为治国用事之姿 迅依据 在知识掌握上禁知 这就是邵雍的宇宙论建构的目的 而所谓的禁知 其实只是知其任一物之境属诸意学四项架构中之 定位 及其类与类间之相互关系之意义之之 此一宇宙论进入之 知识构构构构构遮作用 恐怕还是在邵雍的预测只知的活动中才能 chest 奇笑焰 21 就此而言,此一真知仍虚异修心功夫方可,而此一 修心功夫是为何种形态的功夫? 并且,此一预测性之真知已引出 一命定论问题,究竟是否因其的有预测从而是为命定呢? 关于修 心功夫及命定论问题后文再述 总结而言,少佣一学进入的宇宙 论知识兼价之与儒学的关系必须定位为是一种提供现象之之意或 文件之之的资讯,另外,与儒学德性之之观设重大的则是他的力 史哲学,这就在下结论本体论问题时说之 少佣另一意建立了一套 宇宙时间时观,亦并入历史哲学部分讨论 5. 少佣历史哲学进入的本体论建构 9. 本体论,研究而言,少佣的儒学价值立场是表现在历史 哲学建构的人物评价中,儒家仁义价值的针定在少佣哲学系统中 并不是宿诸形上学的建构,而是落实于历史哲学的应用中,少佣 并非思辨形哲学家,故而并无本体论的创作,只得说为以儒家本 体论的价值立场落实于历史哲学的创构中 少佣一开始就是儒家 仁义价值的本体论立场,并将此一知识立场落实应用在对历史人 物极历史时代之评价中,并为此而建立了一套石兼史哲学,极其 黄极经世,书中的主体概念,元、慧、运、世、者,这一套石 兼史可以说只是一套自定架构的技术秩序,借由十二与三十之层 曾相乘以纪元,原本立法学的知识中本就已经以十二十成为一日 三十日为一月,十二月为一年,故依此联想地上推以三十年为 一世,继续推以十二世为一运,复以三十运为一回,即以十二会 为一运,继续推以这一个计时之单位附加以六十四卦之卦明 再配置 入中国历史之中,此中时间史,即挂明序,即与历数之搭配问题 自史及不相称,宋元学案,小于复离周皇及经世论大于文中即止 出少序,出少序,出少序的时间史与历法本就乖离不合,二十二,唐军义先生即为此为 少庸后天之学是位的部分,差池可也,二十三 此事本文即不再深入 追究,大抵少庸表出时间史记原单位表之作用,即是为他自己的 历史哲学张罗规律性强,必然性够的时间轴,从而进行史事人物 知评鉴,其实这也正是与少庸重视绝对精确之知识的态度有关 故而需要自己建构一看似规律的时间史记原单位,实际上中国股 代的甘之记原级以及有规律,只是数年之日算必须符合滞润之术 而较麻烦而已,但是立法自有其必然性计算法则在,十亿不容少 庸自定义规律而不顾事实的时间史表,故而少庸之原会运势之时 兼史记原单位架构,除了与他的六十四卦卦名字形结合以外,却 实是作用不大的一套架构,只是由于有了这一套架构的存在,则 邵雍论述历史的动作变堂皇大之以 邵雍的历史论述自始集是一如学价值立场的推展,作者认为,观 于形上思辨的哲学问题,邵雍是不谈的,这也并非他的专长,义 即不是他的哲学活动的属性,邵雍的哲学活动是长于评论及联想 就价值问题的根源性探究而言,邵雍贡献不大,也可以说几乎 是谈不上有贡献的,他在形上学问题上最实在的贡献是在宇宙论 的时间史及天地万物的四项结构的知识架构上,他在本体论问题 的讨论上只能说是既成如者既有的价值立场而落实为历史事件极 人物的联想及评价上 以此而言,作者甚至要明确地宣说,邵雍 其实是以做春秋的工业自诩的,邵雍自迁不敢自比于孔子 但绝对敢自是为如孟子之继承并赞颂孔子的事业 二十四,他对,春 秋,一书是极为推崇的,邵雍以春夏秋冬说天之,四时,以冬 西南北说的知,四为,并以,诗,书,义,春秋 说圣人知,四福 即圣人治国用事的宝典,但其中,春秋 精神却最为邵雍所发挥,这是因为他自己即以时间史为轴建立 其绵密的中国历史上各时代的政治人物及事件的是非公过的评价 说法,历史评价就是邵雍圣人知学的节血之处 邵雍认为,春秋 一书中就是根本上是进行褒贬评价的工作的,并且贬多余包 甚至春秋时代的五霸诸君王在孔子的春秋之作中全都是被贬 的,而邵雍认为叙述历史就是要先确立大时代的功过是非,否则 是是论之,定是头绪 如其言 五霸者,公之首,罪之魁也,春秋者,孔子之行书也,功过不相 言,圣人先包其功,后贬其罪,故罪人有功义必录之,不可不恕 也,小于官物外偏大于 某人受春秋于尹尸鲁,尸鲁受于木薄长,某人后复工薄长,曰 春秋无包,皆是匾也 田树谷曰,孙父一云,春秋有匾而无包 曰,春秋离法备,君臣乱,其间有能为小善者,安得不敬之也,况 五霸时有功于天下,且五霸故不及于王,不犹悦于前妾呼,安得不 与之也,至春秋者,不便明时,不定五霸之功过,则未可言至春秋 先定五霸之功过,而至春秋,则大易立 若是事求之,则无序矣 小于官物外偏大于 邵雍这样看孔子做春秋,所以他自己做历史评价时亦依于此,少 雍具体的历史评价之观点本文即不与详述,此非作者的理论研究 之重点,本文之研究重点即在探究少雍建立这样的历史评价的思 考模式,及其理论意义,与成立依据的问题 首先说他的思考模 是,少雍的四技术单位的思考模式除了在他的宇宙论问题亦试脉 落下之论述天地万物时充分使用,现在,在他的历史事件及人物 的评价中也是同一模式的运用 少雍以极为强大的联想力量集体 细建构的思维理性将各种概念系统予以连接起来,并集在此一连 结中即与价值之评价及知识之陈述,如其言 修夫一者,三皇之位也,修夫严者,五帝之位也,修夫相者,三 王之位也,修夫术者,五伯之位也 修夫人者,有余之位也,修 夫理者,有下之位也,修夫一者,有伤之位也,修夫智者,有周 修夫智者,有周之位也 修夫信者,文王之位也,修夫情者,五王之位也,修夫行者,周公之位也,修夫体者,照公之位也 修夫顺者,秦目之位也,修夫贤者,秦闻之位也,修夫财者,其还之位也,修夫术 修 oftentimes,修人者,修署之位也,修卤之位也,修卤木鞋 一处者,春秋之体也。 一言相数者,一知用也。 人意理智者,书之用也,性情形体者,诗之用也,圣贤才数者。 春秋之用也。 用也者,心也,体也者,鸡也,心鸡之间有全存焉。 这,圣人之事也。 小于观物篇五十四大于。 以上少雍以,一言相数,人理意智,性情形体,圣贤才数,论说。 三皇五帝以降至三王五霸,以上之陈述有知识说明也有价值评价。 一级是即价值评价而给予知识,价值评价中的最终依据人是如。 学人义本位的,以下几段文字即是少雍以皇帝王霸为对象所进行。 的等级差异下的历史评价并说明其价值依据。 首先说三皇是,以,道化明,者,参见其言。 三皇同义而义化,五帝同言而义交,三王同相而义劝,五伯同树。 而义律。 同义而义化者必已道,已道化明者,明义已道归之,故。 上自然。 夫自然者,无畏无有之畏也,无畏者非不畏也,不顾畏。 者也,故能广,无有者非不有也,不顾有者也,故能大,广大兮。 贝儿不顾畏故有者,其为三皇乎。 是故知能以道化天下者,天下。 亦以道归焉。 所以圣人有言曰,我无畏而明自化,我无事而明自。 负,我好尽而明自正,我无欲而明自谱。 其思之谓于。 小于观物。 偏五十四大于。 以道化明,者尚自然,行无畏,不顾畏不顾有,故能广大,者。 是三皇的境界。 文中引老字书中的画著解之,作者并不以为这就。 是少雍学道家画的例证,论于如道一同或互补者,恐老本就可以。 相合,故事同,只是在如学系统中之相合的模型就是以老之无畏。 为境界而以恐之人意为价值而合一者,本文即是一例,言说三皇。 知最高境界者即已无畏说之,三皇依然是爱明治国的,依然是入。 是的,不入是,不管百姓生活的是庄子形态,庄子形态的道家本。 就如道相义,此义作者已充分讨论于相关论著中,暂不重述,二十五。 三皇之后是五帝,五帝是,以德教明,以德教明,者上让。 故天下义以德规之,二十六。 五帝之下是三王,三王是,以公全明。 上正,正者正也,以正正不正而立明,二十七,以上无论是以道。 以德,以公者皆是行人证的概念,所以都是受到肯定的,并且,都是对社会民众有好处的领导境界,这也正是作者所谓的少拥厉。 史评价中的价值标准本来就是儒家式的,以及就是儒家价值立场,的历史哲学的应用。 也就正是在这样的立场上,少拥论于五霸者,就只有批评多于肯定了,五霸以利率名故上真,真利不以义,故。 交以兵,不仁不义故乱以,只差尚未论于以敌之批法左仁以,参。 见其言 三皇同圣而异化,五帝同贤而异交,三王痛财而异劝,五伯同树。 而异律 同树而异律者必以利,以利率明者,明亦以利归之,故。 上真 夫真也者,真夫利者也,取以利,不以义,然后未知真。 小真交以严,大真交以兵,真夫强弱者也,由戒夫明焉者,为之,取之。 明也者,命物正式之称也,利也者,养人成物之巨也。 明 不以仁无以守夜,利不以义无以鞠躬,利不以公居,明不以夜守。 则乱以,明所以必争之也。 五伯者,戒须明以真实利者也,地。 不足则望,王不足则伯,伯又不足则左仁矣。 然则五伯不畏无功。 于中国,与其王则未也,过左任则远矣。 小于官物篇五十四大于。 以上吉少雍之以,道德功利,说,皇帝王霸,的政治事业之历史。 评价者,这样的评价背后的标准即是儒家的仁义价值,以此论周。 秦、楚、汉义是以仁义价值说之。 二十八,说其或生或死或善或恶。 皆是以仁义或以利争之别。 以此说天下智乱意是以仁义说之。 二十九,说其上行则智,上言则乱,上意则智,上利则乱。 仁义价值是。 邵雍品评人物事件的绝对标准,制乱以此,邵雍非如者胸怀而谁。 人也。 然而,邵雍之以仁义做历史评价却不是一套思辨形的本体论哲学。 创作,而是应用儒家本体论价值立场的历史哲学的发挥推演,因此并没有什么仁义价值之是否成立的理论依据问题,这个问题指。 对那些进行思辨评价上推演的哲学家有意义,例如张仔,至于少。 雍德仁义价值中心的历史哲学所将可能引发的哲学问题者,只能。 是历史之发展有没有必然性的问题,就此而言,有若干少雍对立。 使时代的评价有类似命定论的说法,此事极须予以检讨,后文位。 知 六,邵雍之是进入的圣人境界。 就,功夫境界哲学,研究而言,邵雍明确定是以孔子为历史。 上帝一人,但是他为孔子所建立的形象除了坚守仁义价值之外却 是一个知识掌握者的形象,这也正是他的《黄极经世》大作中的 偏明小于观物偏大于之所显示者,以及是一观于天地万物的知识的观。 查掌握者,以知识之获得为进入、建立、以物观物,的掌握之。 实的修养功夫,以及具备知识的圣人境界,这就是本文所 为知识进入的功夫境界哲学,知要点所在。 以下首先讨论邵雍所建立的圣人形象的观点,邵雍以孔子为超越 一切人间帝王的圣人,但更重要的是孔子是亦掌握阴阳变化的无。 所不知的圣人,此一意义下的圣人在儒学史的理论发展中呈现了。 什么样的圣人观的辩证意义,这是本文将要处理的问题。 首先,就人知知识掌握而言,由于邵雍建立了简易的天地万物的 被认识的路径原理,因此天地万物皆有的被认识的可能,那就是 深色气味者,万物之体也,目耳鼻口者,万人之用也,以人。 知感官知能认识天地万物,于是天地万物可被认识,并由认识之。 而掌握之,于是人认识物,物与物又有因相关设而可被知之关系。 认识能力强大的人就能认识更多的人,更多的物,以至天地万。 物,最终就是圣人经由认识所有的人的知识而认识天下事物的知。 识 这也就是本文一直沉说的少庸氏知识认识进入的圣人观,参。 见其言 人之所以能临于万物者,为其目能收万物之色,耳能收万物之身。 鼻能收万物之气,口能收万物之味。 深色气味者,万物之体也。 目耳鼻口者,万人之用也。 体无定用,唯便适用,用无定体。 唯化是体。 体用交而人物之道于是乎被矣。 然则人义物也,圣义。 人也,有一物之物,有时物之物,有百物之物,有千物之物,有。 万物之物,有一物之物,有照物之物。 未照物之物,岂非人乎。 有一人之人,有十人之人,有百人之人,有千人之人,有万人之。 人,有一人之人,有照人之人。 未照人之人,岂非甚乎。 是之人。 也者,物之智者也,圣也者,人之智者也。 小于观物篇五十二大于。 少庸记已建立,是之人也者,物之智者也,圣也者,人之智。 这也。 的圣人观,则更具体的圣人的智能及的言说,根本上说。 还是知识掌握意义的智能,首先是能以一己之智能而体贴查之万。 心,万身,万物,万事,然后就能以己替天,知天心,代天言。 从而代行天宫,天室,总之是一个由知识掌握而掌握天下室的圣。 人观,而此一圣人根本而言还是一个对天下室的知识的认识意义。 的掌握,固然一言其待天而言行,但总是不如摇、顺、语、汤、文、武、周公等之建立大工业的圣人, 这一类的创立工业的圣人。 所需具备的功夫知能更多地是管理众人以及自己心念的智慧的。 而这种功夫修养的丰富内含少庸史所说不多的,因为少庸最为看。 众的圣人事业其实还是做春秋的,表里人物,的圣人事业者, 以即因周知而得评价的知能。 参见其言。 物之智者,使得为之物之物也,人之智者,使得为之人之人也。 夫物之物者,智物之谓也,人之人者,智人之谓也。 以一智物而。 当一智人,则非圣人而何人。 为之不圣,则无不信也。 何哉。 为 其能以一心观万心,一生观万身,一物观万物,一世观万世者焰。 又为其能以心待天意,口待天言,手待天宫,身待天世者焰。 又为其能以上识天时,下境地理,中境悟情,通照人世者焰,有。 为其能以弥伦天地,出入造化,进退古今,表里人物者焰。 小鱼。 官物篇五十二大鱼。 少庸是知识掌握意义的圣人观,以下的讨论就要更拖出此意。 少庸讨论到,圣人如果不在当世出现,则如何知晓圣人呢? 九。 此而言,少庸自己就说圣人仍然是可以,以理之,的。 参见其言。 一。 圣人者,非适适而笑圣焰,无不得而目见之也。 虽然无不得。 而目见之,查其心,观其机,探其体,潜其用,虽一千万年,亦。 可以理之之也。 小鱼观物篇五十二大鱼。 圣人既然可以以理之,则理为何? 少庸就说,理即是物之理。 人就是要知天性,知天性,受物理即是穷理,尽性,致命。 如。 此则形成一个由人知知能而得尽知天地万物之道的局面。 如其言。 一曰,穷理尽性已至于命。 所以为知理者,物知理也,所以为知性。 这,天知性也,所以为知命者,处理性者也,所以能处理性者。 非道而合。 是知道为天地之本,天地为万物之本,以天地观万物。 则万物为万物,以道观天地,则天地亦为万物。 道知道,尽知。 于天以,天知道,尽知于的以。 天地知道,尽知于万物以。 天地,天地,万物之道,尽知于人以。 人能知其天地万物之道所以尽于人者。 然后能尽明也。 小于观物篇五十三大于。 文中之,尽,尽知意,应为落实而彰显之意,道落实于天而彰。 显,天落实于的而彰显,天地落实于万物而彰显,天地万物落实。 于人而彰显,所谓落实而彰显即是意义尽献之意,于是就有所谓。 人之落实彰显天地万物而使天地万物意义尽献之事,既已如此。 岂非即是,至终合天地为焉万物欲焉,之意,即与此时当即能统。 领天下,尽明之道,而百姓富足之礼,教化成行义。 文中之,尽。 明,之意即为圣人照顾百姓万明之义义。 幼即在圣人静明之中天。 得万物与千秋万世皆得以同一原理而照顾与之小理解义,其幼言。 天之能静物则为之曰昊天,人之能静明则为之曰圣人。 为昊天能。 亦义乎万物,则非所以为之曰昊天也。 为圣人能亦乎万明,则非所以为之圣人也。 万明与万物同,则圣人故不亦乎昊天者已,然则圣。 人与昊天为一道,圣人与昊天为一道,则万明与万物亦可以为一道。 一世之万明与一世之万物亦可以为一道,则万世之万明与万世。 知万物亦可以为一道也明以。 小于观物篇五十三大于。 此一圣人照顾万明并尽知千秋万世之至道原理者,时事已如。 家教化之经典以为一理依据之根本者,即,诗,书,义。 春秋,诸书者,此诸书皆已将至适用事的道德判断之是非。 标准明白记载,如其言。 夫浩天之敬悟,圣人之敬明,皆有四福焰。 浩天之四福者,春夏。 秋冬之未也,阴阳身降于其间矣。 圣人之四福者,义书师春秋之。 未也,礼乐龙乌于其间矣。 春未深物之福,夏未尝物之福,秋未。 收物之福,东未藏物之福,好物之数未知万,虽曰万之又万,其。 树能出此号天之四福者乎。 义未深明之福,书未尝明之福,师未。 收明之福,春秋未藏明之福,好明之数未知万,虽曰万之又万。 其树能出此圣人之四福者乎。 浩天之四福者,时也,圣人之四福。 这,今也,浩天已识寿人,圣人已经法天,天人之事当如何灾。 小鱼观物篇五十三大鱼。 少庸论说圣人之境界之诸义即已呈现如上,此一意意下之甚。 人更根本的性格是一个静知天下万事万物之事里的知识掌握着的。 形态,此一静知又及于少庸,皇及经事,书中之事为意以四相架。 构分类统设诸事物之之,以及以元会运事之时间使为轴之历史平。 架之之。 圣人境界已定于此,则修此境界之功夫为何。 此一包罗。 全面的知识掌握的修养心法的特色为何。 下文即将探讨此一心法。 在儒学功夫论中的理论特色及其地位,评论其是否意味易如学所。 须知修养功夫。 七,少庸以物观物之修兴功夫。 讨论少庸论于修兴者有二意,其一为讨论针对知识掌握之功夫者。 其二为针对自成儒者之修兴功夫者。 针对知识掌握者即为,以 物观物,以境之物理。 而以物观物之要义即在不涉入私情,至。 于物理之本身之认识学习之功夫即无需多言,应言者为无私情之。 修兴一意而已,此意上通至针对自成儒者之修兴功夫,此意功夫。 知意里内含者则仍为如学一般之本体功夫,少庸于此并无创作。 指言说意上准确,而为少庸多有强调者却是要切实实践,而在少。 庸之谈论中亦有引鬼神之真之察四之说,关于鬼神问题下结在数。 关于少庸言说功夫的方法论意义硬在尽数言。 论于功夫者,即是本体功夫,以如学而言,即是,仁,义,理。 知,成,善,等意知意志贯彻一事而已,此意通如皆然,有所差。 别者指功夫次第之强调,此即已为操作智慧之个人主张了,就此。 义知功夫操作知识而言,如者即的各有不同,此意知不同却是常。 常发生的,有于下学中强调,有于上达中强调,有重视敬意,有。 重视之之,有以功夫讲道境界,有以境界言说功夫,种种不同。 此意之外之另一种不同即是使用概念之一同,例如针对意志贯彻。 仁是知识以致良知,以正心,以体人,以诚意说之之别者,以及。 概念使用之别而已。 就此地之别之功夫意而言,少拥有所强调。 即是重实践。 就意之贯彻之用语之功夫而言,少拥即非思辨行者。 学家,其余如学价值立场意直接继承而无创作,故而极有言说。 亦无心意,实意不得有心意,只其论说是否准确而已,就此意而。 言,少拥以其历史哲学中之史是人物之评价之学历而论于本体功。 夫之意志贯彻者,意确实准确而无可意义者。 就少拥论说功夫之引人关切者,应为其以知识掌握为境界之圣人。 观之之士或得之功夫者,就物理之之之本身而言,此中实之有物。 理缘理而已,勤勉及之,诚意无私心及之,三十,少拥此处及一回。 归如学修心功夫之主轴,仍为诚意无私心之本体功夫一事而已。 三十一 但是少拥之学是圣人之学,圣人是要见旅的,所以少拥不。 以物理之之为根本问题,根本问题还是识心见旅。 以下分项讨论 之 首先,就少拥进之天地万物之之士进入的修心方法而言,即 是一个,以物观物,的标准,其言。 圣人之所以能以万物之情者,为其能反观也,所以为之能反观。 这,不以我观物也,不以我观物者,以物观物之谓也,既能以物。 观物,又安有于其间哉。 小于黄吉经世续言卷六大于。 此一 此一标准即是以理之物而非以私心扭曲物理之之,其言。 以物观物,性也,以我观物,情也。 性功而名,情偏而暗。 三十二 不以我观物即不以私情观物,即是客观之之,时然厚言。 乃应辩而言,言不在我也,三十三,因此所知所言皆是物理之时。 然,非有我思之藏家其中矣。 如此极可穷尽物理,而此一少雍修。 心为学之主要目标,学不计天人,不足为之学。 三十四 计之 天人,则,能寻天理动者,造化在我也。 三十五 此一造化在我 并非我创造了造化,而是我之造化之,因我能寻天理而动,而所。 为寻天理而动,时意仅修本体功夫,且切实实见之意,就切实实。 见而言,时意只为修成意有,知如者之意。 第二,旧少雍修论于成德功夫之必须实修而言,参见其言。 天所以为之观物者,非以目观之也,非观之以目而观之以心也。 非观之以理也。 天下之物莫不有理焉,莫不有信焉。 莫不有命焉,所以为之理者,穷之而厚可知也,所以为之信者。 敬之而厚可知也,所以为之命者,智之而厚可知也。 此三知者。 天下之真之也,虽圣人,无以过之也。 而过之者,非所以为之圣。 人也。 小于观物内篇第六十二大于。 本文中强调穷理,尽性、致命,即确实是对实践的强调,穷。 理是以物观物之之是掌握的层次,尽性致命就是要确实实践了。 如其另言,若是耶,是知言之于口,不若行之于身,行之于身,不若敬之于心。 言之于口,人得而闻之,行之于身,人得而见之,敬之于心。 神得而知之,人之聪明犹不可欺,旷神之聪明乎。 视之无愧于,口不若无愧于身,无愧于身不若无愧于心。 无口过意,无声过难。 无声过意,无心过难,心既无过,何难之有。 欲,安得无心过之,人而与之与心灾。 视之圣人所以能立无过之地者,为其善事于心。 这也。 本文涉及鬼神的问题,下节再谈。 总之,就穷尽物理而言,少庸,已经提供了他的庞大的知识架构以公君子学习,然而诚意不够也。 是不能学好的,三十六,因此自修本体功夫意是另一彻上彻下的修心。 要点,心身口皆应无过失,此说却有佛教身口意三页之意,此或。 为意影集,为所修人在承担天下之诚意行善事业,故而仍为儒家。 立场,文中言于圣人之,善是心,这时即为意诚意以是心之意。 第三,关于少庸论于真诚不欺而言,参见其言于小于心学偏大于诸文。 之意 研发于真诚则心不劳而意,仍久而兴之。 作为认术,一时虽可。 以欺人,持久必败。 智术或能施于一朝,盖有时而穷。 为 智成与天地同久。 为学养心,患在不由之道。 天地 知道之而已,当以之求之。 若用智术由尽以求之,是屈天。 得而训人欲也,不亦难呼。 小于心学第十二大于。 由此可见,少庸虽然教授穷究天人知迹之学,甚至亦得以物。 礼之穷尽而能有预测之神之,但是应诚意修养而不应以致数欺人。 知告诫却是少庸念资在资的养心之药,显然少庸是极为厌恶以术。 欺为的行为的,故而极强调真诚不期的修心功夫。 此意由其论于 义之,用义者无稽至神,修义者须真善用,知义中得见,如 其言 夫义者,圣人常君子消小人之巨也。 及其常也,辟之于未然,及 其消也,何之于未然。 一消也长,一辟一合,浑浑然无稽,飞天。 下之之神,其属能语于此。 小于心学第十二大于。 此即未知一知结果,即能使圣人于无声无息终成就事业,功。 如神 目的在,常君子消小人,效用在,无稽,中显现,故而。 实为圣人,至神,境界之展现,知义用义确实是义实用之学,至。 愚之义及之少雍所提供之先天意图以降之天地万物之之事架构者。 即有此之极的为圣人建立工业之凭据,然而,此中非指数之计。 算而已,更根本的重点是诚意的善念意志之贯彻,就此而言,少。 拥及说孟子一生少有言意之语,但其尽心功夫却是罪的义道精神。 得修养功夫,因此却是孟子才是罪,善用义,者。 其言。 知义者不必引用讲解,使未知义。 孟子著书,未尝及义,其坚义。 道存焉,但人见知者先而。 人能用义,是未知义,如孟子可谓善。 用义者也。 小于心学第十二大于。 穷尽物理之知是少雍宇宙论知识系统所提供的,即穷究天人。 知记之功夫,但是人知行为却不能因为此知知事之掌握而有欺人。 知行为,此即欺天,欺天即有或难以。 天知涅时之亦有可为。 人知涅时之久不可患。 三十七。 从以上种种少雍言说于功夫心法。 的观念中可见,少雍重视诚意无期,这是因为他的像数学之知识。 是可以掌握天下事的资讯的,因此心念不正者即可谓获天下,故。 而少雍极为强调于此。 八。 少雍对鬼神问题的处理。 少雍在生活上及知识陈述上都将鬼神存在视为真实,这就将 影响修养观念中对于鬼神的处理对待态度,尽之于心,神得而 知之。 人之聪明犹不可欺,况神之聪明乎。 就此而言,鬼神,实际上已涉入了少雍哲学的生活系统之中。 鬼神之存在极其知能。 角色问题向来是儒学体系必须处理的重要问题,此事少雍有所言。 说,少雍一方面在他的意学进入的宇宙论中说明鬼神存在的气论。 知识意义,另方面在修养功夫的观念中意与鬼神之作用意实在的。 地位,以下先说鬼神的宇宙论存在地位问题。 首先,少雍哲明说鬼神确实存在并有作用。 鬼神无形而有用,其情状可得而知也,于用则可见之已。 若人 知耳目比口手足,草目之之夜花时颜色,皆鬼神之所为也。 福闪 或因,主知者谁也,聪明正直,有知者谁也,不急而诉,不行而至。 人知者谁也,皆鬼神之情状也。 明则有日月,幽则有鬼神。 文中可见,少雍之言于鬼神者,却为民俗宗教义中之珍查赏。 法义之鬼神,至于鬼神之存在在宇宙论上的知识地位为何? 少雍 亦有言之,因者阳之隐,鬼者人之隐也。 此说亦止不明,但,于乔问答中,所述便详。 乔者为于者曰,人为死而有知,有诸,曰,有知,曰。 何以知其然? 曰,以仁之之,曰,何者为知人,曰。 耳,目,鼻,口,心,胆,皮,甚之弃全,为知人。 心之灵曰。 神,胆之灵曰破,皮之灵曰魂,甚之灵曰精。 心之神发呼目,则。 为知事,圣之经发呼耳,则为知听,皮之魂发呼鼻,则为知臭。 胆之魂发呼口,则为知言。 八者俱备,然后为知人。 夫人者,天。 得万物之秀气也。 然而亦有不忠者,各求其类也。 若全得人类。 则为知曰全人之人。 夫全类者,天地万物之中气也。 为知曰全德。 知人也。 全德之人者,人之人者也。 夫人之人者,人人之位也。 为全人然后能当之。 人之身也,为其弃行,人之死也,为其弃反。 弃行则神魂交,行反则经破存。 神魂行于天,经破反于地。 行。 于天则为之曰阳行,反于的则为之曰因反。 阳行则咒咒咸而也扶者。 也,因反则也见而咒扶者也。 事故之日者,阅之行也,阅者,日之隐也。 阳者,阴之行也,阴者,阳之隐也。 人为鬼无形而无知者,无不信也。 于乔问。 答。 本文明说确实有鬼,但是理论建构之形态即与义人颇有混乱。 只见其说鬼者人之隐,至于其中言于神魂经破与鬼神之关系位。 何者,少庸并未说清楚,若比较于后来朱熹之所说,未鬼者即是。 人死魂气未散而作祟者之意而言,朱熹之言说确实清楚多了,此。 亦不作深究,作者本就直出,少庸并非思辨行者学家,因此对于。 概念规定之理论陈说活动常是未能尽其功者,总之少庸认为有鬼。 就是了,并且还尝试从宇宙论建立鬼神存在之理论地位。 记忆有。 鬼,则人之日常生活中即将有知觉人鬼互动之意意在,少庸以及。 此而言于圣读之功夫,其言。 凡人之善恶,行于言,发于行,人使得而知之,但蒙诸心,发于。 律,鬼神以得而知之意。 此君子所以圣读也。 圣读本位君子之自觉之修养功夫,本就是一套对月在天的本。 体功夫,是以礼为天之价值自觉活动,少庸在此置入鬼神之争之。 故而应圣读,此说是否有本体功夫一礼之减杀呢? 作者并不者。 摩认为, 鬼神之存在于否与主体之是否愿意自觉做一致贯彻之功。 夫人是二是, 人间自有却知鬼神存在义人有欣慰恶之事者,因此。 主体是否确知鬼神之能福善或应与主体之本体功夫十人而是, 一。 据儒家的价值立场,此事即是一事,鬼神之福善或应亦如人间君。 王之治理天下而已,鬼神与君王皆应为依于天道原则而行之存有。 者,君子之圣独顾的应知有鬼神之存在而圣之, 但时不妨碍其更。 因体之君子之应循天理而行而愿对悦在天而圣读者。 恶人少应怕。 鬼而不畏恶,如应怕鬼而不畏恶, 此一有鬼论之说亦不失畏亦交。 画上可用之法, 指其即便如此亦不应被视为君子, 应其未有作修。 新功夫之事者, 显然事实上并不应有鬼无鬼而影响君子之事否自。 做功夫。 实际上是人鬼殊途, 一切皆是由人自取, 少庸就认为。 是人之自为善恶而决定了人鬼关系, 而不是鬼神之威吓或赏罚。 在决定人鬼关系的。 参见下文之少庸言。 人之泪, 背乎万物之性。 人之神则天地之神, 人之自欺, 所以欺。 天地, 可不戒哉, 人之为鬼亦有鬼之为人, 人积善而阳多, 鬼亦为。 知乙, 积恶而阴多, 鬼不畏之乙。 大人者, 与鬼神何其疾凶, 夫。 何谓之友。 此成人为大人自作主宰之事业, 有鬼无鬼皆无可谓者, 人鬼。 关系密切圣而感应力强影响力大者时, 是人之为恶多, 因弃圣之所。 知, 若人之行善多, 阳气强则鬼之作用力自然减退矣。 即便鬼神, 是有作用, 天道福善而获淫, 鬼神其能为天乎。 三十八, 总结而, 言, 少庸言说鬼神存在的魂魄形隐论之说法, 事实上言之不详。 可以说有辩论与有鬼神之存在, 却无明确的论证, 只在辩论成说。 的层次上说是有鬼, 却未有充分的理论建构, 后来在珠希的礼器。 论中, 对于鬼神的理论建构就言之清晰, 算是站在儒学立场上对。 此一问题深究最远的哲学家了。 少庸虽然没有将鬼神的宇宙论存, 在地位问题陈述清楚, 但确实是明确主张有鬼神存在的, 并且在日常生活上以及修养心性上的君子之事业而言, 少庸哲学中的鬼。 神的存在及活动就跟君子有极大的关系了, 虽然如此, 鬼神还是 不能违背天理, 鬼神还是依据儒家价值立场而与人间或福, 少庸。 哲学系统中的鬼神并不妨碍儒家价值立场名义。 九, 少庸历史哲学中的命定论问题探究。 少庸因为历史评价的思维模式之运用, 而提出君子与小人存。 在于时代中的必然互存性, 这就导致人性论问题上的命定论色彩。 少庸如何陈述以及是否能免于命定论的限制, 以下将讨论之。 首先, 尚好宁则明用邪, 邪正之有有自来矣。 虽, 圣君在上, 不能无小人, 是难其为小人, 虽雍君在上, 不能无君。 子, 是难其为君子。 自古圣君之圣, 未有如唐瑶之士, 君子何其? 多耶。 实非无小人也, 是难其为小人, 故君子多耶。 所以虽有似, 胸, 不能似其恶。 自古雍君之圣, 未有如商咒之士, 小人何其多? 耶。 实非无君子也, 是难其为君子, 故小人多耶。 所以虽有三人, 不能遂其善。 是知君则成, 成则君者, 是戏乎人也, 君的成。 成的君者, 是非戏乎人也, 戏乎天者也。 小于五十七篇大于。 少庸此说之思虑实不缜密, 本来是说天人相表离, 这就导致, 天有阴阳人有邪阵, 所以人间有邪人之事实为一天道之必然, 此。 说之问题如何化解, 少庸并未在此明说。 接下来又以邪阵位戏乎, 上之所好, 以及人间世界之善恶制乱世由于领导者的好恶所决定。 的, 此又与前说由天之阴阳决定者却有出入。 接下来又说圣君在, 上亿有小人, 雍君在上亿有君子, 此说则又将人间善恶献象归诸。 天道之阴阳矣。 最后则说君臣之相求有的最终人是一余天意之给。 与余否了。 全文跳跃在不同层次的命定论思维氛围中, 思维逻辑。 极不统一, 我们只能说, 邵雍确实不是思辨型的哲学家, 因此论。 于此事终究是意志不明, 一方面透露出命定论的困境, 另方面有。 企图诉诸君子圣人之机得行善而创造出良好的社会福祉。 因此我, 们此处时不能求诸于邵雍提供明确的世界观知识之是否有命定论。 现象, 我们此处应进行的工作是检视邵雍在他的知识系统中是否。 最终仍有一个关于命定论问题的儒家立场, 因为作为儒学理论体。 戏之一元, 邵雍必须是提供道德实践自主性的自由论哲学, 有由。 于邵雍有所论于历史哲学, 有所知于世事预测, 有知尽天下事的。 知识企图, 因此邵雍系统的儒学体系中对于命定论问题的处理辩, 成为了考验他的儒学系统是否符合儒学立场的重要问题。 就此而言, 邵雍雍固然因为思辨性格不强, 因此关于命定论的思路不清。 陈述不明, 但是他还是始终把握到必须尽得修业而不是等待命定的道理, 甚至还是主张一切是人定的而不是天定的非命定论立场。 总之, 是否是命定论是行上学宇宙论层次, 邵雍言之不清, 但, 是否应有自觉的努力则是功夫修养论部分, 这一部分邵雍却是有明确意见的。 下文集见 夫人不能自负, 必待天与其妇然后能负, 人不能自贵, 必待天与其贵然后能贵。 若然, 则富贵在天也, 不在人也, 有求而得之者。 有求而不得者亦, 是戏乎天者也。 功德在人也, 不在天也, 可 修而得之, 不修则不得, 是非戏乎天也, 戏乎人者也。 夫人之能 求而得富贵者, 求其可得者也, 非其可得者, 非所以能求之也。 媚者不知求而得之, 则为其己之能得也, 故经之, 求而施之, 则 为其人之不予也, 故愿之。 如知其己之所以能得, 人之所以能予。 则天下安有不知量之人也。 天下智父也, 天子智贵也, 其可望。 亦求而得之也, 虽曰天命, 亦未始不由鸡弓类行, 圣君奸难以臣。 知, 雍君暴虐以坏之, 是天愚, 是仁愚, 是知人作之救, 故难逃。 以, 天降之灾, 让之西矣。 鸡弓类行, 君子常分, 非有求而然也。 有求而然者, 所谓利乎人者也。 君子安有余事于其间灾。 然而, 有幸有不幸者, 始可以与命也矣。 小鱼观物内篇第五十六篇大鱼。 就上文而言, 在鱼君子的人生历程这一部分而言, 终究少庸。 是主张有一个不可知的命运存在的, 因此这样的命定论就没什么。 好限制主体的自由了, 因为主体反正是不知命运的限制的, 当它 发生的时候是知为命也就算了。 如果所主张的命定论是人之极深, 可知其命运, 且不可改变, 则是一个破坏主体自觉努力的命定论。 上文中, 邵雍首先解说有本就不属于人之努力可以支配的命运。 部分, 那就是天生的富贵的部分, 至于人的道德自觉的努力则是, 完全属于人之自己决定的, 这一部分, 对是自由的, 这一部分其实, 就是孟子所讲的天觉, 而富贵则是孟子所讲的人觉, 就功夫论的。 主体自觉而言, 天觉部分, 即道德部分, 是绝对自由的, 人觉部。 分, 即富贵部分, 是命定的, 但是就如学之所需而言, 重要的则是这个可以自觉的行道德之事业的自由部分, 这一部分邵雍算是。 讲清楚了, 另一部分的关于富贵的命定的部分, 邵雍最后还是说, 虽曰天命, 意味是不由机功类型, 圣君坚难以成之, 雍君暴虐, 以坏之。 所以社会局面的好坏固然不决定于个人自己, 但是也, 是本来是决定于在上位的领导者以及整个社会上众人的心意事业, 所集体决定的, 因此最终而言也还是人所决定的, 也就是还是自, 由的而不是命定的。 就社会集体命运而言是自由的由君王及众人, 共同决定的, 只是个人命运相对于此事由其所定, 因此事命定的。 就此命定之社会命运而言, 接受即是, 但是自己的修养德性的。 部分, 却是永远是自由的, 并且这是君子的本分, 本来就应该如, 此的。 如此一来更的建出, 就本分之应然而言, 邵雍已经更清晰, 帝是儒家道德本体的价值立场了。 同样的, 在, 于乔问答, 中少。 雍也讨论到这个问题, 并且言说还算清晰, 参见其言。 瞧者曰, 有为善而欲获, 有为恶而获福者, 何也, 于者曰。 有信, 有不信也。 信不信, 命也, 当不当, 分也。 一命一分, 人其逃乎。 曰, 何未分? 何未命? 曰, 小人之欲福。 非分也, 有命也, 当或, 分也, 非命也。 君子之欲或, 非分也。 有命也, 当福, 分也, 非命也。 既然言分, 就是道德本体的定然要求, 因此君子人格极印字。 觉得做道德意志的贯彻事业, 至于那个社会集体集君王施政所造, 成的大环境的命运的问题君子接受即是, 以此原理重新来检世少, 拥言于一个时代中的君子小人的共存问题, 此中之命定论色彩就。 大简了, 少拥愚, 于乔问答, 中令有一段陈述。 愚者问乔者曰, 小人可, 呼, 曰, 不可。 君子禀阳正气而生, 小人禀阴邪气而生, 无阴则阳不成, 无小人则君子亦不成, 为。 以圣衰忽其间也, 阳六分则阴四分, 阴六分则阳四分, 阴阳相伴, 则各无分以。 由氏之君子小人之时有胜衰也, 氏智则君子六分, 君子六分则小人四分, 小人故不胜君子亦, 乱氏则反氏, 君君, 臣臣, 夫妇, 子子, 兄兄, 弟弟, 夫妇, 夫妇, 为各安其分也。 君不君, 臣不臣, 妇不妇, 子不子, 夫不夫, 妇不妇, 为各失, 其分也。 此则犹是智事乱使之然也。 君子常行甚言, 小人常言甚。 行, 故事智则笃时之事多, 事乱则怨是之事重。 赌时先不臣事, 袁氏先不败事, 臣多国心, 败多国王, 家义游士而新王也。 夫心, 国心家之人, 与王国王家之人, 相去亦和远哉。 就此而言, 固然少庸给了小人存在意宇宙论上的地位界定。 并且并没有及时明说小人亦可经修养而便为君子, 以及君子亦可。 因不修养而变成为小人, 因此明显地显现出是一命定论的历史观。 事也, 但是真诸如学史上的性善论立场, 以及邵雍同时代的张载。 即陈仪, 陈浩兄弟都对性气问题及善恶问题做了许多讨论, 少庸。 此说时可不必过多的重视, 只将其视作少庸企图强调君子必须免。 对必然的小人存在的环境艰困的提醒与即可。 因为君子之可以变。 为小人, 即小人之可以变为君子的自由性, 即变在性气关系的存。 有论主张中依然可能。 此外, 整个历史之事, 是智, 还是, 是乱。 这件事情, 也尚未在少庸的历史哲学中被说为是一命定论的命。 提, 这一个更大的共命背后依然是一个自由的力量。 是智绝对比。 是乱好, 是智是要经过努力的, 只是不能使其无小人, 并非不能。 使其无是智, 此中如者自作实践成的知识业依然高度自由者。 义, 即, 少庸之命定论陈述义只是不明确的, 但是君子需各安其分支。 要求人是明白的, 这也就是少庸依然是一如家价值立场的哲学剑。 够知义。 十, 小节。 本文基于关切少庸是否为义如者之问题意识进行, 重点在简。 是少庸基本哲学观点的是否为仁义价值中心, 就此而言, 少庸却 然是如家价义价值立场的捍卫者, 虽然其一身形亦多有安乐风范。 然安乐风范与到家立场仁是二事, 更重要的是, 何谓到家风范。 作者以身言, 到家老庄爵是二行, 少庸本就崇老, 装学才是真。 正与如学有别的价值体系, 是如是道重要的是理论建构而非生活。 行义, 就少庸著作之勤奋而言, 此其非即亦成得意志之贯彻并落。 十, 就少庸历史哲学之以仁义评价历史而言, 此其非正位如学史。 上之心的历史哲学之创作, 为其艺学部分之项数建构, 却有, 异于, 中国艺学史, 却无甚相关于如学价值立场之捍卫之作之理论建构。 因为此一客观之事是意实践经世即明知知识之共法, 然而此一, 知识其非意的为如者之所用因而有所, 异于如学工业之功效因而的。 卫称说未如学之建构, 少庸学体系庞大, 知识细节众多, 皆非本文所能升级, 为对。 与其学说之属性及主张之意旨有所承说, 简述于上, 以为作者字。 己对少庸学思之理解形态之定位之作。 以本文为参加, 两岸四地中青年哲学家学术论坛, 会议而作。 2004年1月9至10日, 澳门中国哲学会举办。 初稿完成于2004年1月7日星期三。 2、本文已发表于, 接地、学刊, 第五期, 夜三十三至七十一。 3、2003年11月1日 12日、2003年东亚汉学国际学术研讨会。 日本大分县力艺术文化短期大学举办。 4、 这些意见主要被记录在, 宋元学案、 织卷石、 百元学案下。 织小于附录大于中。 5、 5、参见劳斯光先生所者, 新编中国哲学史, 卷三上, 页一百六十九。 3、 明书局, 民国七十九年十一月六版。 6、 参见方东美哲, 新儒家哲学十八奖, 黎明文化事业股份有限。 公司出版, 民国八十五年四月再版, 页两百二十, 我是不讲道统的。 而讲学统。 7、 参见方东美哲, 新儒家哲学十八奖, 他从道家转到儒家。 这一点是无法隐瞒的。 前影书, 页两百二十二。 8、 参见方东美哲, 新儒家哲学十八奖, 第十五奖及第十六奖。 9、 参见, 他在历史上做了一个很大胆的复会, 拿元会运世四。 各概念形成了他的一套历史哲学。 前影书, 页两百二十三。 10、 参见劳斯光先生言, 少世由先天诸图所推出之各种理论。 只可看作数数之事, 若作为之事看, 则处处难以成立, 其史观乃。 移命定论, 义与少世其他观念不符。 新编中国哲学史, 三名。 书局, 也一百六十四。 十一, 其言, 皆可知二臣史中认为康杰之学非正道所在。 新, 编中国哲学史, 也一百五十五。 十二, 其言, 诸世之根据亦不过是亦细词, 认为出于孔子, 乃进江。 学术思想之源流一起打乱, 真可谓诗其长度。 新编中国哲学。 史, 夜一百五十六。 十三, 盖少世并非经思之学人。 其初与美不足以严格表现其思想。 无人虽知少世却有此论点, 不能为其令有一套完整之主体理论。 也, 夜一百六十八。 十四, 唐军毅先生的少雍学观点参见, 中国哲学原论原教篇上, 小于。 第二章, 少康杰之一学与新学大于新雅研究所应行。 十五, 参见少雍对老庄的评价之说, 老子之义之体者也, 五千言。 大地名物理。 黄极经世序言, 卷八下, 另有因老字语而未知。 圣人语着, 所以圣人有言曰, 我无畏而明自化, 我无事而明自。 父, 我好尽而明自正, 我无欲而明自谱。 其思之谓鱼。 小于观。 物内篇第五十四大于。 十六, 黄极经世序言, 卷八下。 十七, 此意作者已伸说于令文中, 参见卓著, 杜宝瑞, 二零零三年。 十二月二十日, 小于从诸熙鬼神官谈三教辩证问题的儒学理论建构大于。 全球与两岸宗教交流学术研讨会, 政治大学东亚研究所主办。 十八, 十九, 中国哲学原论原教篇上, 叶三三, 四致表示康杰欲已似。 象之论, 代替汉如五行之论。 二十, 相关文字令参见, 太阳之体数十, 太阴之体数十二, 少阳。 知体数十, 少阴之体数十二, 少刚之体数十, 少柔之体数十二。 太阳之体数十, 太阳之体数十二。 静太阳少阳太阳少刚之体数。 退太阴少阴太阳少阳之体数, 是卫太阳, 静太阳少阳少阳之用数。 太阳少阳太阳少刚之体数一百六十, 太阳少阳少阳少阳之体数一百九十二, 太阳少阳太阳少刚之用数一。 百一十二, 太阴少阴太阳少阳少阳之用数一百五十二。 以太阳少阳太, 刚少阳之用数畅太阴少阴太阳少阳少阳之用数, 是卫日月星辰之变数。 以太阴少阴太阳少阳之用数和太阳少阳太阳少阳之用数, 是卫水火土石之化数。 日月星辰之变数一万七千二十四, 卫之洞数。 水火土石之化数一万七千二十四, 卫之植数, 在畅鹤日月星辰水。 火土石之变化通数二万八千九百八十一万六千五百七十六, 卫之 动植通数。 此籍作者所谓少阳是以四项改五行T八卦所为之刃。 十系统之意者。 二十一, 关于少阳的预测数应是却有其是, 成号即为姚夫寓教之, 但 他没兴趣。 参见, 宋元学案, 卷石下, 百元学案, 明道云。 姚夫欲传数学于某兄弟, 某兄弟那的功夫。 要学, 须是二十年功夫。 明道文先生之术祭久, 圣首, 一日, 阴间是无事, 以 其说推算之, 结合。 初卫先生曰, 姚夫之术之家一辈法。 以此, 知泰玄都不计事, 令, 黄极经事序严卷手上, 记曰, 上菜谢氏曰, Undersco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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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姚夫经义之术, 事物之成败始终, 仍之祸福。 修短, 算得来无好法差错, 如指此无便之起于何时至某年月日而。 坏, 无有不准, 然而成不贵其数。 邵雍如何进行其预测之术? 本文并无研究, 但是作者认为定与他的宇宙论间价有关, 因为这, 各间价就是将天地间万事万物都以四项结构连结之, 隐移动万, 即可测之。 二十二, 参见, 康杰之谓此书, 其义总阔古经之力学, 尽归于义。 奈义之余力, 本不相通, 应相谦和, 所以其说越烦, 其法越巧。 忠臣一步, 突立书而不可用也。 二十三, 参见唐君一先申言, 对少康杰之何以必用三十与十二之术。 知相成, 成其原会运势之术与一卦之术之说, 无人亦可纯是唯一。 排比凑合之论, 则无人对其种种凑合之论, 或不自相凑合。 这, 亦不必加以申责。 此亦康杰之学之, 之所在, 而非其心之所在。 康杰常言, 先天之学心也, 后天之学, 也。 中国哲学原论。 原教篇上, 新雅研究所应行, 叶三十四。 二十四, 参见其言, 众尼后语千五百余年, 经之后众尼又千五百余。 年, 虽不敢比众尼上赞尧顺, 其不敢比孟子上赞众尼乎。 Undersco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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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孟子言自身名以来未有如夫子也, 思议不畏之过矣。 黄极经, 是序言, 卷武。 二十五, 参见卓著, 杜宝瑞, 2001年11月, 小鱼如道互补价值观念的。 方法论探究大鱼, 哲学与文化月刊第330期, 页997, 集度宝。 瑞, 2002年05月25Underscore26日, 小鱼, 庄子外篇, 中的如道一里辩证。 大鱼, 如道学术国际研讨会, 先请, 国立台湾师范大学国文学系。 主办。 二十六, 参见其言, 三皇同仁而义化, 五帝同礼而义交, 三王同义而, 义劝, 五伯同志而义律。 同礼而义交者必以得, 以得教明者, 明。 亦以得归之, 故上让。 夫让也者, 先仁后己之位也, 以天下受人。 而不为卿, 若素无之也, 受人知天下而不为众, 若素有之也, 若 素无素有者, 为不己无己有之位也。 若己无己有, 则举一毛以取。 与于人, 犹有贪令之心生焉, 而旷天下者乎, 能知其天下之天下, 非己知天下者, 其为五帝乎。 是故之能以得教天下者, 天下义以。 得归焉, 所以圣人有言曰, 垂一上而天下智, 盖取诸乾坤, 其思。 之位于, 小于观物篇五十四大于。 二十七, 参见其言, 三皇同姓而异化, 五帝同情而异交, 三王同行而。 异劝, 五伯同体而异律。 同行而异劝者必以公, 以公劝名者, 名。 亦以公归之, 故上阵。 夫阵也者, 阵也, 以阵阵夫不阵之位也。 天下之阵莫如立名焉, 天下之不阵莫如害名焉, 能立名者阵, 则。 未知曰亡以, 能害名者不阵, 则未知曰贼以。 以利除害, 安有去。 亡也。 以王去贼, 安有势君耶。 事故之王者正也, 能以公正天下。 知不正者, 天下亦以公归焉, 所以圣人有言曰, 天地隔而四十成。 汤五革命顺呼天而应呼人, 其私之位于。 小于观物篇五十四大于。 二十八, 参见其言, 夫好生者, 生之徒也, 好杀者, 死之徒也。 周知, 好生也以义, 汉之好生也亦以义, 情之好杀也以利, 处之好杀也, 亦以利。 周知好生也以义, 而汉且不及, 情之好杀也以利, 而处又过之。 天之道, 人之情, 又惜则于周情汉处哉, 则忽善恶而以。 世之善也者, 无敌于天下而天下共善之, 恶也者, 亦无敌于天。 下, 而天下一共恶之。 天之道, 人之情, 又惜则于周情汉处哉, 则忽善恶而以。 小于五十六篇大鱼。 二十九, 参见其言, 夫天下将至, 则人必上行也, 天下将乱, 则人必。 上言也, 上行则笃食之风行焉, 上言则诡诀之风行焉。 天下将至, 则人必上义也, 天下将乱, 则人必上力也。 上义则谦让之风行, 焉, 上力则攘夺之风行焉。 三王上行者也, 五伯上言者也, 上行。 者必入于义也, 上言者必入于利也, 亦利之相去亦何远之。 小于 五十七篇大鱼。 三十, 若就少雍功夫观念之创造性而言, 确实只是准确继承并无创。 心, 旧少雍之必须具备尽知天下事之相数之能之锻炼所需而言。 其实就是极为谦虚努力实践一事而已, 少雍自己的学习历程就是, 这样的一个情仆笃食的历程, 因此是有助于他自己的心性收敛。 从而的不虚伪以欺人的参见, 图书之学, 由陈图南伯, 众明。 一放, 目伯常修, 礼挺之之才地传于先生。 伯常刚造多怒骂, 挺。 知事之盛景, 先身居百元, 挺之之先生是父孝景, 立至精情, 一。 日, 寇门劳苦之曰, 好学赌至何如, 先生曰, 检测之外。 未有事也。 挺之曰, 军飞机检测者, 其如物理之学和他。 日, 又曰, 不有性命之学乎, 先生再拜, 愿受也。 其事挺之。 也, 亦有挺之之事博常, 虽也殿, 范必兰, 坐必拜。 送元。 学案卷十百元学案下。 三十一, 少雍之时有人欲语之学习, 少雍皆以人品味度, 决定授与部。 寿。 三十二, 参见, 小于官物外偏大鱼。 三十三, 参见, 小于官物外偏大鱼。 三十四, 参见, 小于官物外偏大鱼。 三十六, 小于心学第十二大鱼。 三十七, 小于心学第十二大鱼。 三十八, 雨初, 雨乔问答。 有关此书历来即有真意其非少雍所作者。 宋元学案卷十百元学案下, 有记载, 明道明其目约, 呜呼。 先生, 智豪力雄。 阔步长驱, 灵高力空。 叹忧所影, 驱畅旁通。 在古霍南, 先生从容。 有问有关, 以卧以风。 作者认为, 这世明道正明少雍及友, 于乔问答, 著作之处, 更关于, 问答。 艺书中的艺旨, 却实与, 黄极经世官物内外诸篇, 艺旨相近。 依据作者之立场, 愿将此书人十位少雍之作。 3260-170-7402-OK9-Text-HTML-29-Friday-26-November-2010-5.50分-25秒-GMT-28-2032-16年-2月-9-A-F-4年-4月-9-15-1-E-4-C-7-F-2-A-4-10-0-0-3。 Hites 6170-740-台大哲学系, 中国哲学会。 保住锐气, 杜保锐资料, 教学课程, 学术论文, 专输者、 作, 学术资源。 程浩境界哲学进入的儒学建构。 首页 向上 孔子的境界哲学 孟子的功夫哲学 寻子 德性论与天论 中庸哲学体系探究 朱伯坤艺学哲学史方法 论检讨 异传中的基本哲学问题 周易经传的哲学知识学探 纠 董仲书宇宙论进入的儒学建构 董仲书政治哲学与宇宙 论进入的儒学建构 周连西境界哲学进入的哲学体系探究 张衡取思想中的如道佛存有论之差异 张载哲学体系的基本哲 学问题诠释进入 少庸如学建构的一理探究 成号境界哲学 进入的如学建构 成一形上学功夫论语义学进入的如学建构 朱熙哲学的研究进入 朱熙功夫理论 朱熙谈本体功夫的像 目语意液液 朱熙本体功夫进入的未学方法与修养活动 朱熙 形上思想 朱熙形上思想的创造意义与当代争议的解消 The Metaphysics of Church 之言一意 中朱熙与胡虹 意理争辩之解析 胡虹心性哲学 胡虹如学相关论子 对 胡虹风哲学的当代诠释之反省 论胡虹从成人心性道物说的如 学建构 朱熙里一分书说之讨论 从朱熙鬼神观谈三教辩证 问题的如学理论建构 朱熙哲学思想书平经春风哲 朱子哲 学思想的发展与完成书平流述先者 变态极图说书 中朱熙 与路向山意理争辩之解析 夜水星事工进入的如学建构批判 心统性情与心极理的哲学问题分析 路向山功福论进入的如学 建构 路向山的教育思想 朱鲁鹅湖之会的伦理意涵 成 白沙境界功夫进入的如学建构 王阳明功夫哲学进入的哲学体 细探究 论王阳明的知行关系 王阳明的三教辩证与教学风 歌 成来有无知静书平 罗清顺存有论进入的理气 心性辨析 王夫之意学书平 带正重建如学概念的理论意义 会场发言录音 档案下载 成号境界哲学进入的如学建构 以 华泛大学哲学系杜宝瑞 大纲 一 诠释宋明如学的困难与解决的方法 二 境界哲学进入的如学建构 三 本文写作方法 四 明道风范与成号哲学的特色 五 境界功夫论的识人说 六 境界功夫论的定性说 七 功夫论的格物说 八 沉静的功夫论的定性说 七 功夫论的格物说 八 沉静的功夫论的格物说 八 沉静的 九 境界功夫论的格物说 九 境界功夫论的合一说 十 本体论与人性论的善恶皆天理说 十一 小节 一 诠释宋明如学的困难与解决的方法 宋明如学的理论作品 常出现个别体系理论灿然 似乎诸说皆言 知成理 但是将不同体系放在一起时却彼此对立的现象 这是不 是真变的两造一定有是非对错呢 如果是的话 那又为什么单看 各家自己的论点时却又都不觉其无理呢 作者认为 宋明如学史内的各家差异甚或争辩与冲突 绝不是对 于如学价值立场的争辩 而是各家在建构哲学理论时 个人的问 提议是侧重点不同所致 问题亦是不同 但是借以发表观点的才 料相同 因此产生许多言语使用上的纠结 以致难以认清彼此差 意的重点 面对这样的问题 文字与意里纠缠的现象 未要离 清梅墨 作者认为 当代如学工作者必须要进入文本中的哲学家 思路 剖析他的文字使用及问题亦是以致思维脉络 最后才落实 到确定他的观点主张的真意 这样才可以厘清以同 旧其文字使用的语意脉络做理解 旧其观点主张的问题亦是作邓清 如此才 可收准确理解 清除诠释之研究成效 前述所谓个别如学体系看似易懂 而几个体系放在一起就显得实 分复杂的现象原因有二 首先就 分开而易懂 说 如学是有依 定的普世价值 也是事实上早已存在中国人心的价值体系 旧其 价值意理作者理建构 人们既愿意接受 并在没有比较及批判的 环境下便不易察觉其难解或深奥 因此各家分开看时 多亦绝其 言之成理 其次就其 混合而难解 说 不同的宋明如学家的创 造心灵是依循于多重复杂的问题亦是脉络 而建构的心命提及心 理论 一旦冲突的两造不能自我澄清 则纠结起来的一理差异的 线索将更难解清 仅就北宋如学的周 章 二臣而言 似同似异 即已很难理清 因此确实需要有一套足以安置所有问题脉络及离 清所有命题主张的解释架构 为解说宋明如学内部一理形态之差异甚或意见冲突之现象 当代 中国哲学家如穆宗三先生及劳斯光先生等都分别提出解释架构以 概括分析之 二 但是二位先生都因为已经有了对于宋明如学各个 体系之差异的 体系之差异熟熟悉的现在看法 因此它们的解释架构主要还是为了 彰显一套特定的如学理论而设置 因此解释它们对于宋明如学理 论体系的诠释要点 便不是在如学意理的内含而是在它们的诠释 架构的本身 因为这个权势架构自始至终笼罩着两位先生对各家 的权势眼光 各家意里的彰显透过这个架构而有了是非好坏优劣 成败的评价 作者认为 如果当代中国哲学工作者能够先不保持哪一套传统哲 学是最理想的哲学的心态来从事学术研究 再入手研究的起点集 以澄清一只为理论研究的唯一目标 那么传统哲学体系的命题已 只必能更贴合原意的呈现在当代学人的眼前 以此而言 作者认 为冯友兰先生及唐君毅先生的哲学史相关注作教能传达传统哲学 家的所思所想 不过 冯友兰先生也有他自己的解释架构与根本 问题一是 这一部分就真的是要归属逢友兰哲学而不能说旧事传 统哲学的东西 例如他以维心论 维物论及主观维心论 客观维 心论的架构讨论宋明儒学的做法 三 只不过他的哲学使著作中对 说明原点意里与评论原点意里的文字是分开处理的 因此保留了 较多的单纯评论原点的效果 但是 冯友兰先生的主客观维心论及 维物论的解释架构却是非常不准确的解释架构 这是冯先生的者 做得较严重的缺失 4.至于唐军毅先生的哲学史相关著作就更一致的指示在进行说明原点意旨的工作 5.因此就宋明儒学家的理论认识而言 唐军毅先 深的著作无疑是较能达到准确传达原意的理论介绍效果的 纸布 过他自己的文字风格本身是更难被阅读理解的 至于沐宗三级劳 思光先生的著作则更多地是造成复杂难解的儒学意理再度建立一 各星的复杂难解的意理高峰 因此就协助学人简易了解儒学而言 穆劳之作便不是入门的好途径 作者认为宋明儒学的理论建构是转换在几个不同的哲学基本问题 意识上的创作 因此厘清宋明儒学创作在思维脉络上所留经的问 提意识变成了解析宋明儒学理论的关键所在 因此解析宋明儒学理论体系的工作方式便成为 从命题主张回溯概念使用 从概念使用回溯问题意识 从问题意识解析概念使用 从而理解命题主张的思辨历程 以这样的工作方式来讨论宋明儒学 其实就是一个平等尊重每一个哲学体系的理论价值的工作态度 哲学家的理论建构已解决了自己的原初问题为成效 后人的研究 已理解了整个脉络为成效 哲学创造与哲学诠释是两回事 作者 即以这样的态度企图为北宋以来的儒学建构 重塑哲学家的特殊 思辨心灵的 即说明其理论创造上的贡献 仅就周敦仪 张哲 邵雍而言 周敦仪即是一个以本体论及宇宙 论的传统知识来论说 圣人境界的儒学建构形态 六 张哲则是在本 体论 宇宙论 功夫论 及境界论 各个哲学基本问题上都有创造 性命题建构的体系型哲学家 七 邵雍则是借由易经哲学与宇宙论 建立历史哲学的儒学家 八 至于他们各自所主要使用的概念及概 念的意志及主张的观点的细节 因为作者已经另有专文处理 词 处就赞不多论 这样的工作 是有助于当代学人更准确的知道传 统哲学家究竟在理论思辨上曾经贡献了什么 并经由这样的工作 成效 成效 一方面有助于理解宋明如学家的思维内涵 另方面也有助 于理解人类哲学思维的各种形态 至于那一个哲学体系 至于那一个哲学体系才是最好的 这是另外的问题 还有 这些 各别的哲学体系 作者认为 作者认为 穆宗三与 劳斯光等哲学家在这两个问题上都是 已经有了结论 并以此定见来诠释宋明如学各个体系 因此两家 所论大相径庭 也在诠释中对于原作许多重要的理论命题为语重 是 因此即另行提出诠释宋明如学的解释架构 即应是一个 以 基本哲学问题的四方架构为体系的解释架构 这个哲学基本问题的解释架构的意义也是一个当代中国哲学方法 论的问题 简单说就是传统宋明如学家都是在谈什么哲学问题的 问题 把他们共同谈论的问题整理为一个互有关联的思辨架构 以此架构来解说他们的主张的思维脉络与问题意识 这是一个有 助于我们理解传统宋明如学的解释架构 提出相应的解释架构 反省理论成立的意义 评价体 系的优劣高下 这就是宋明如学研究中的方法论问题 穆 老两 卫先生都完成了前述三项工作 但是作者对于两位先生在前述地 二 三两项课题的观点都别有意见 连带着对于第一项课题也就 更有不同看法 作者首先不预设宋明如学理论内部各个体系之间 必有高下之别的诠释立场 而认为是各有各的创造意义与理论特 色 在理解与诠释的需求上 应该先做准确理解的工作其次对 于如学作为哲学理论的真理性地位 亦不保持绝对肯定的态度 而 认为如是道三教士分别针对人类哲学问题的不同层次提出思考模 行以解决问题的相对真理 作者不欲再做传统哲学高下优劣的简 别 因为作者认为如是道三学及各家内部的各种理论体系 都是 有意义的 因此也就应该在学术研究的工作中让他们的功能都能 够被认识 当人们认识清楚他们各自的功能之后 任何人觉得虚 要哪一套思路以协助自己处理现实的问题就自行采取 这就是做 这对于中国哲学研究的工作心态 最后作者就企图为准确还原个 各理论形态的思维特性而进行诠释的努力 藉由问题意识与思维 脉络的扒书 让每一位传统哲学家的思辨心灵得以更清晰的呈现 建立他们各自的理论形态的特色 让每一套理论的精彩特征被 认识清楚 让他们的理论在作为人类价值思维上的种种层面几种 种功能得以充分展现 至于他们彼此之间的冲突 我们就进行书 解厘清的工作 可解消者则解消之 不可解消者就接受差异即逝 在这样的工作心态下 作者对于宋明儒学研究的工作方法就成为 针对文本 分析问题意识 厘清主张争议 分析差异与解消充 突的诠释工作 为此而言 作者即提出以宇宙论 本体论 公 夫论 与境界论的四方架构来作为 诠释宋明儒学的解释架构 此 四方架构更因其相互推演 彼此观设从而能为哲学体系的诠释活 动带来清晰解读的诠释功效 二 境界哲学进入的如学建构 在作者所提的哲学基本问题的四方架构中 其中 境界哲学 一 此指设的是针对理想完美人格的理论目标而发展的种种论述系统 有针对理想完美人格的行为特质而直接陈述的知识系统 如孔子 对君子及圣人之种种陈述者 因此孔子哲学即为儒家哲学建构中 的圣人境界之直接陈述之学 九 有针对理想完美人格之描述之需 要而说明其相对应的世界结构之言说系统 即为一语宙论进入的 境界哲学 如道教神仙学与佛教菩萨诸的境界思想之陈述者 即世界由他在世界存在的世界观 宇宙论之陈述而述说理想完美人格 在此意宇宙论中的身体之能者 有针对理想完美人格之价之意 实之本质而说明圣人心境的陈述系统者 如周敦仪之以 臣神 即说圣人之学 十以圣人境界之抽象意义及存有特征而为 思辨解析之境界 臣说者 如张载之以 大化天德 甚不可知 说 圣人境界 十一 此二行即是本体论进入的境界哲学之理论建构 境界本质主体的状态 以本体论与宇宙论的进入来说境界者 即 为提供最高级主体境界的存在状态之知识说明系统者 此为形上 学知识与境界哲学之互动关系 但境界之达志是需要主体进行时 建活动的努力力成的 此即功夫理论与境界哲学之相关设置问题 此中既有由功夫说至境界者 亦有由境界说至功夫者 说功夫 必欲达至境界 但有些系统仅侧重说功夫 却未重视说境界 说境 戒必借功夫而达至 但有些系统并未侧重说功夫 但也有些说境 戒的系统反而侧重境界达至以后的功夫 这就是说功夫中的一个 最高级的形式及境界功夫者 显然因为哲学家的理论创作路径分杂 常常有不同论述路径的哲 学体系彼此纠缠 互相批评却未必真能了解彼此 即如此处所说 知境界哲学问题就能有如此灿然纷纭的论述脉络 而面对这样的 现象 传统哲学家们自己几乎是没有这样的反省 与理解的 并且 因为讨论材料的限制及概念使用的纠缠而置身种种 争辩 这些不 自觉的产生的种种的学派内部的理论冲突 其实正是一个学派内 不针对不同层次的问题做理论建构的论述 从而形成逐层相叠 交互推演的哲学使发展进程 境界哲学的问题亦是因着儒家圣人观的讨论而有种种不同脉络的 论述形态 更因着三教皆有各自不同的理想完美人格的理论目标 而必须进行各种意理争便因而更行重要 因此作者便直接将境界 哲学 这个哲学术语提升为一个中国哲学的基本哲学问题来做处理 有谈本体论的哲学 但也有从本体论谈境界的哲学 有谈宇宙 论的哲学 但也有由宇宙论谈境界的哲学 有谈功夫论的哲学 也有由功夫谈至境界的哲学 有旧式谈境界的哲学 但也有由境 借谈本体 谈宇宙 谈功夫的哲学 通常这样的形态出现的时候就差不多是一个学派的理论发展到了 最高级阶段的理论形式的时候了 对于这种形态的哲学 沐宇宙 先生通常就是用原教这个最高级的存有论的概念来称数他们 十二 但是说为原教就是说存有论形上学的一个形态 所以这样的称 数反映了沐先生还是把由境界说本体 宇宙 功夫的境界哲学当 成了一种形上学 也就是他常常说的原教系统的儒家道德形上学 一种解释架构可以无所谓对错的问题 但却有好用不好用极清 稀不清晰的问题 沐先生以 即存有即活动的非分别说的系统 和 只存有不活动的分别说的系统 的两个架构说周章路亡集成 诸之别 作者认为 这是将太多不同脉络的哲学理论放在同一个 架构中去解说 使得架构本身既复杂又常有其意 也至深理解上 知困难 因此作者认为这便是一个不好用的诠释架构 作者认为提出 境界哲学的哲学基本问题的问题意识来解读中 国哲学的如是道三学 确实可以广收清晰理解 准确诠释 又评 等对待三交的理论功效 它是一个更好用的解释架构 本文集将以 境界哲学的诠释 进入来讨论程浩这位宋明如学家 的理论 这是因为作者认为 程浩哲学的特点 集是由境界说功夫的 如学建构 三 本文写作方式 程浩著作主要保存在 二成集中 但应与成一作品共同收录 并且若干资料并未注明和人所者 因此需要读者自行分辨 而在 宋元学案 中的 明道学案 则注录纯为明道之文字 劳斯光 集目宗三都认为 程浩 程一思路不同 因此在 二成集 中未注 明和人所作之文字部分 确实可依其思路之特征 而与区分 十三 目 宗三先生在其 心体与性体 一书中 甚至就自行在 二成集 书 中选路 一一理形态之标准 而认定为 程浩及程一的作品 而重作编录 并与全市 一集目宗三先生 自行重编了 程浩 学案 即 程一学案 十四 本文之写作 企图为程浩 思维建立 一理形态 以呈显其理论之特 色 讨讨论之重点 至放在作者认为程浩特有的创造性观念重点中 而并不是对其所有观念皆进行疏解那是程浩专注的写作方式 本文是程浩哲学特色的专题因此警救作者认为可以凸显程浩斯 路特色的议题提出讨讨讨讨讨论 至于写作所具之材料将以宋元学案中之明道学案的材料 为主 兼级 二臣级 中以著名为程浩者或以为目宗三先生选级 为程浩之著作者 四 明道风范与程浩哲学的特色 程浩如学的特点或最具创造力的一理建构部分就是境界哲学 成 浩学就是说境界的儒学 而且是由境界说功夫的儒学建构 当然 这是指的他的理论整体中所呈现的主要特征而言 他也自然还有 一些零散的对于本体论 宇宙论 功夫论问题的意见 但是他的 理论的特点以及若干为后如不解胜而反对的意见都主要就是这种 由境界说功夫的思路所致 因此作者定位程浩哲学的特色就是境 界哲学 并且是由境界说本体的认识方式以及由境界说功夫的操 做方式的哲学 做方式的哲学 这又宇宙敦已由本体论及宇宙论的知识说圣人静 借的知识 借的境界哲学 是不相同的 程浩自幼聪颖 家世良好 二十余岁就在各地任地方官职 始终 勇于认识 解决民困 展现智世之才 中年曾一度未遇使 建言 无数 因与王安时意见不合而离职 后再转任地方官 自述以 世民如商 知心态待人除世 为官爱民 在经师任官知时 给予其 帝臣仪同是教学 后持续不断 官职遭将却不失其或是灵景养之 帝位 他待人温和 常于带领学生 是十年五十七 是称名道先 身 宗其一身显见 为亦能做实事的哲学家人物 并非仅以学术能 利剑掌 因其能做实事 因此见识便有一特殊角度 即是直接从 胸中流露的圣人气象 对善恶天理有实质的体会 更能消融 故 而始终宽厚待人 因此对于如学一礼的谈论 除却知识性说明的 学术话语之外 最精彩的发言及多位 境界功夫的意志 以及从字 加胸中流露出来的体认 而发言为知识命题 及对知识的功夫处 理观点 因其对事业对事物却有体认 因此论于学问时 极多能有 生命实感之体认中发言 即因此决定其论述路线 即亦以自家境 借知识感而为言说的意理形态 即以一定之圣贤境界之上的意理 言说 言说在此一境界之上的价值体认 及功夫保忍之方法 十五 以下仅引述文 以作为定位 成号重要哲学发言的论述脉络 即为一 以在境界中的意理认识的 在为言说的脉络 以及为意有主体的嘴 高级存有状态来为言说 对世界认识的论述模式 而不是直接对视 借状态进行本体论或宇宙论的 普遍命题的知识性言说 也不是就 主体从不完美的状态 走向完美的状态 适应进行何种功夫活动的功 夫论的言说 而是主体已经在完美状态之后 展现出来的对功夫 对本体 对宇宙的认识的境界 展现的方式下的言说 首先 成号言 无学虽有所受受 天理 二字却是自家体贴 出来 十六 天理概念是一道体意的 本体论问题下的概念 天 理就是本体 也就是道体 从知识认识的角度说 天理是作为天道 的意志 也是作为人生追求的价值 天理可以是深深之理 可以 是人意理之等等 这是天理概念的本意 这是知识认识的脉络 但这不是成号此处所说的 体贴 天理的论述脉络 成号是一个 实践脉络的言说 成号之所言是叙述自己已经实践了天理 骨儿 是生命实感中的真实体贴 如这 就是要落实主体修养的 是 要实践的 如学 却是谈知识的建构理论 以谈知识的 因此 谈知识的如学 便要谈落实主体修养的 多重层次的意理 包括本体 宇宙 功夫 境界等等问题的知识 而成号的 体贴天理 知 严却不是在谈这些知识 他是在谈他自己的实践 说他的实践事 已经落实了 那个作为天道的本体 作为生命追寻的终极 价值的 天理 他在他的人生历程中 真实实感的体贴出来了 这一个真实 体贴的体会体认 是许多的感性的历练 是经历了许多的功夫修 养的考验之后的体认 是真实的 如者境界的达志之后 才能吐出的 一句 体贴 的话 所以当成号说出自己是真的靠着自己的生命 体贴出了天理的时候 显见他已经实做了功夫 并对如者的事业 以有深厚的体会 并且始终持续地在实践的历程中 因此时做功夫 真实体贴出 即是成号的哲学理路 而他的其他哲学发言的重点 则就都是在这个却有体贴的思路中展开 以下这句话是最能突显成号以达境界之后的发言的特殊形态 参 简 简 物则勾矩皆是这个 道理已明后 无不是此事也 十七 先不论物什么 怎么物 成号此句的论理就是指着物后的境 界而言的 物后的主体对天道意理已明白清醒 此时就只剩直接 准确实践而已 也可以说只是境界的展现而已 而且无论如何操 做都不会有失误了 怎么做都还是守住宗旨的 因为主体已明道 理 成号最有特色的哲学发言都是物后境界的言说 参见以下两 断比喻性文字 成号也是说的这个意思 常论以心之天 由居经师往长安 但知出西门便可到长安 此 由事言作两处 若要至成 只在经师便是到长安 更不可别求长 安 指心便是天 静知便知性 知性便知天 当处辩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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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更不可外求 十八 这一段也是在说主体已经充分掌握天道 天理之后的境界状态 如言 指心便是天 要做的事就是 当处辩认 此一 状态下的主体一定是知道事理对错的 即 静知便知性 知性 便知天 因此就当下这一件事情的处理的原则已经心知肚明了 天理天道已在胸中 故而更不可外求 成昊也没说天理的 内涵是什么 也没说如何修养自己 成昊直接说的就是境界展现 的思路 所引比喻的例子是说一个人身在假地但是心系以得的人 事物 果真是心系以地 则虽身在假地却一定是一切思考的目的 方向 判断都是指向以得的 并不需要人走到了以地以后才来 落实自己对以得的关切 作为一种比喻 若以助人来说 意思是 说帮助别人当下就做了 并不需要等自己有钱 有权 以及修养 也够了以后才来帮助别人 这种光说不做的帮助都是主体的调养 不纯的证明 并不是真心的 主体要是真心 当下有多少能力就 会拿出来付出 就直接帮了 就在境界上直接展现出来了 所以 若要制成 只在经师便是到长安 下文的比喻意义相同 下文的比喻意义相同 此文只为主体的直觉本是最正确的 但若受到自己杂念的骚 扰就会做出错误的判断 以义里比喻而言 此文是说不要有过多 得算计思量 要信任本来清纯心念的觉察 就本文而言 此段文 字也是境界哲学的思路 在境界中一切本皆是实的滑落了以后 才会犯错 所以要守住境界 这种在境界中的思路上有多力可以 影证 再见其言 不有功 无忧力 不利己 后虽像好事 犹未化物不得 以天下万物脑己 己力后 自能了当得天下万物 二十 此段文字所言之 己力后 自能了当得天下万物 就是 成好思路的轴心形态 就是一个力后境界的展现之思路 如果不 使已在境界中 许多作为都还会有错误 及其言 不利己 后 虽像好事 犹未化物不得 以天下万物脑己 因为人抱持着你 我彼此的对立心态 故而功夫中就是不究竟的 这一个思路在成 好的哲学中是极为重要的 他对功夫的观念主要就是这样的思路 另闻一言 风竹是感应无心 如人怒我 物流胸中 虚如风动竹 得至于 无我者 虽善言善行 莫非所过之化也 21 这一段文字也是就主体的境界而说的 得至于无我者 并 不是无德或不实践道德 而是实践道德已经完成 以至于主体 不用再把实践挂在心上 以至于在感性感受上已经见不到主体字 即再实践了 是以感受不到自己再用力的意义而说的 无我 义 无我 是如家言境界时的概念 如家言 无 多位在境界问 提上使用 22 如家 以 世界时有 道德应然 而为本体论的基 本立场 因此从价值本体上说一定是 有 的立场 无 原非 如家一理世界的重要概念 经言 无 却是境界的说 就主体 得修 实践以至于境界完成而说的 得至于无我 此时一切时 见都是在轻松自在中完成的 就像 风竹式感应无心 主体不 另做努力工作 物来顺应 美因自显 这就是在境界内的言说 以上所引述文及所述文意 旨在指出称号 却有主体境界之问题 十 后文将在藉由他的其他话语来正式讨论这种境界哲学进入的 特殊哲学命题 就陈昊是在谈主体境界的理解而言 劳斯光 逢 有蓝都实言时指了此事 而十三 指示他们并未将境界问题作为一个 哲学基本问题的概念意义 并以之为讨讨论称号如学的根本问题 而作者则是以境界此一概念范畴来作为一个中国哲学的基本哲学 问题意义 问题意义 以及作为陈述陈昊学的思路主轴 学者今日无可添 只有可减 减净 便没事 二十四 陈昊哲学思考的主轴是在已有相当修养的境界的状态中所为 的理解活动 他的具体的理解观点为何 以下将分条陈述之 五 境界功夫论的识人说 首先 陈昊重视 人 概念的认识与实践 弟子吕大林记录了他 的一段谈话 朱熹编书的时候给了他小于识人 篇大于的篇名 这篇短 文就是一篇在境界中说功夫的文章 作者以境界功夫论称之 以及这是功夫哲学的范畴 但是是从境界中展现的 功夫理论的类型 所以也可以说是境界哲学的讨论 其言 学者 何须先识人 仁者 浑然与物同体 义 理 智 性皆人也 实得此理 已成尽存之而已 不须防茧 不须穷索 若心谢 则有防 心苟不屑 何妨之有 理有谓得 故须穷索 存久自明 安 待穷索 此道与物无对 大 不足以名之 天地之用 皆 我之用 孟子言 万物皆备于我 须 反身而成 乃未大乐 若反身未成 则有事二物有对 以己何必 中未有之 有安得 乐 定完 一死 乃被掩此体 以此一存之 更有何事 必 有事焉而物证 心勿忘 勿助长 未尝至先豪之力 此其存 知之道 若 若存得 便何有得 盖良之良能 原不丧失 以习日习 心未除 却须存习此心 久则可夺 可夺就习 此理智曰 唯患不能守 既能体之而乐 亦不患不能守也 25 这一段文字是最精彩的 进界功夫 的儒学理论 由进界讲功夫 由以达至相当的有修养的 进界后所说的功夫做法 即是讲的物 后功夫 学者虚先识人 人是本体 识人当然就是论功夫 但是成好讲 的识人还不只是知识 意义 道理的层次上的认识 而是要实际 做到了这个 人的境界的意思 人概念始终是如学最终假 直的概念范畴 旧知识上说 人的知识意涵即是旧天道之义 而说的 身 成好令文言 天地之大德曰身 天地应运 晚 物化纯 生之畏性 万物之生意最可观 此原者善之常也 思索 为人也 人与天地一物也 而人特自小之 何哉 二十六 由此集 建成好以 人就是天地生物之德 人就是让天地万物 都能有良好的生成的动力意志 也可以说是天道的理性原则 因 此要求学者 食人就是要学者体贴 生物的价值心态 而 那就应该是一个协助万事万物生成的作为 那就需要有 与物同 体的关怀意志 做到此 人就是与天地万物为一体 不应把字 己看小了 如所谓之 人与天地一物也 而人特自小之 何哉 亦如所谓之 人者 浑然与物同体 意 理 智 性皆 人也 之意 人自然有爱生的本能 此一本能经过学习理解了 天地对待万物也是爱生的之后 便以爱自己的态度爱万物拥有 这样的态度 就是儒者学做功夫的根本要义 从此以仁 义 礼 智 性之诸得周旋天下 全全福音 只守不失 从此一路直接展现 识人 之后的境界 而不是不断防壁 除语 的功夫 如所谓 识得此礼 以尘尽存之而已 尘 是中 即价值意义下的概念 即是儒家的本体 以尘尽存之 就是做 本体功夫 就是说功夫的价值意识的方向意识 方向意识是定在 尘密 但是 言 尘 却不是尘浩哲学 思维的特色 至少不 是他的哲学创造性的重点 因为 中庸 而后 周敦颖 张载等 皆以言,成,且以言之吉祥,成好此说并未有超越前人之处 只是准确重述而已,相对的道是言,尽,才是成好哲学思维的特 色性创造重点,此意后文在说 言,成尽,都是本体功夫,也就 是功夫哲学与本体论的合构,这是如学功夫理论的一般路数,这 也还不是成好哲学创作的重点特色,成好创作的重点特色是在尽 借功夫,一级当主体已经,识人,了以后,并已,已成尽存之 而不失了以后,此时所需在言者即是主体在此一境界的状态展现 对此一状态展现的描写,即是对一主体境界的描写,此即为 不需防茧,不需穷索,以及那个主体的自觉价值主张已经手 定在,与物同体,之,深深之人,之中,既已守住,那就是直接 展现一世而已,而无需再进行防范,只欲的功夫,这是因为学者 功夫已经做到家了,心已不屑,礼意已明,故而不需防茧穷索 即其言,若心谢,则有防,心苟不谢,何妨之有 理由未得 故须穷索,存久自明,安呆穷索 这也正好在论述的模式上 完全等同于禅宗哲学的境界功夫之一指,心平和劳持戒,二十七 论述至此,明道哲学的创造性特点即已出现 如者是要成圣贤的 成圣贤是要靠修养功夫的,功夫修养是从下学上达的,从成分 治愈中艰苦走上来的,但是成好论修养功夫的特点却是说实的人 体之后即不需防茧穷索,这似乎是说在知识性认识活动完成之后 就不用再做功夫了,实则不然,实人本身就是功夫,沉浸也是功 夫,只是这种功夫是做在主体的意志自觉之中,是在意志中锻炼 这也正是儒家本体功夫的一般格式 成好言于不需防茧,穷索 的意志,就是要求这个主体价值意志锻炼的本体功夫要真正做实 了,做实了,意志不再偏离,就无需人在原初的私心上追讨则罚 成好之意即此,而主体意志觉醒的功夫锻炼之指标,即指向主 体是否已经将天地万物视为意己,若已将天下人之事视为己事 从此即指指示意,成,于以仁义,仁义理智性 的价值准则对待天下事 知一事而已 成的功夫进到了之后,主体与所互动的天下事 就是一体不分 都是自己的事了 此即此道与物无对 大 不足以明知 天地之用 皆我之用 孟子言 万物皆备于我 须 反身而成 乃为大乐 若反身未成 则由是二物有对 以己何比 中未有之 又安得乐 定完 意思 乃被言此体 这就是说没有 不是自己的事的天下事 这就是 与物同体 在此一境界中的君子人人 自然已经没有 什么个人的私欲之必须 画出的努力 事件了 及其言 以此一存之 更有何事 更有何事 不是不做事 如者就是要做事的 是要做天下事的 成号此处所言之 更有何事 的意思 不是不要做别的事 而是不 须再有防茧 穷索的防范 只欲得出级功夫的事 于是便能够 必有事 焉而误证 心误望 误助长 未尝至先豪之力 此 其存之之道 就意志确定的修养功夫而言 已经很简单了 因 未已经做好了 所以不再费力了 如果还需要防茧 穷索 还有 私欲跑出来 而不能以天下事 为己事 而人有私欲 萌动的话 这就 是没有做到 食人 了 那就要再回去 重新做好 食人 的功夫 而 食人 之后 则仅需 以尘尽存之 知尽戒之 持守一事而已 这个人体为何必然可以存守呢 这是因为良知 良能 人人本有 若存的 便何有得 盖良知良能 原不丧失 此意亦非诚好 哲学创作的特色 孟子 以言之 程浩 哲学的创作重点 并不在此处 他只是理解后使用之 并言说之而已 由于对于人性中的良知良能的确信 程浩认为做功夫的重点就是将他的方向实名 实名之 后即是存守住使其能实时提起发动之 而不要被过去的恶习影响 而不要被过去的恶习影响 了 即 以习日习心未除 却须存习此心 久则可夺旧习 此 理智曰 唯患不能守 既能体之而乐 亦不患不能守也 显然 对于人之有恶习恶念的现实现象 程浩议是知之圣明 并非亦无 所知或在理论上魔所处理 而是处理恶习恶念的方式 事先将 与 物同体 的 人体 实名 实名之 以成尽存守之 则日日是余 天下事 则即能化除旧习 关键旨在 时 得时不时 时不时即 事是否针对天下事 皆能真事为己事 而不分别比我 时得了 守住 了 旧习就被夺了 旧习就是私欲蒙动之诸事 所以成号有 时 人 入手 既讲了功夫主旨 也讲了功夫操作的心法要领 再见 时尚做了功夫 那又 更有何事 见时尚已经将主体的生命意 静体起来在一定的境界之上了 此时之后的生活就是处理天下事 并视之为己事而已 既已没有私欲 便不需防茧 穷索 即便上 有些许 有些许就习 只要沉浸之心一体起一手柱 就习即无破坏力量 因为方向已定 这也像是阳明所说的 即知即行 知即是行的功夫 28 依作者的 语言 在诚号之处即是以识人而得一境界而为一境界功夫 诚号 所说的 识人 本就一种功夫哲学的命题 只是诚号在谈这个 识 的时候所强调的不仅只是知识意义上的认识 而是意志上 的贯彻 是主体知识做功夫之后之确定的达到了一定的境界 从 此以后即是在此境界之上的展现 即其言于不需穷索 防茧者是 因此识人而不需防茧穷所变成了一套贯串的境界功夫 这一套 功夫的判准便是是否真实地是关心天下人与天下事 也就是前文 知 人者浑然与物同体 以及下文知 人者以天地万物为一体 而这样的观点又都是诚号在谈论 人 概念时常常出现的模式 参见下文 医书言手足尾脾位不仁 此言最善名状 人者以天地万物为一 体 莫非己也 认得为己 何所不至 若不有诸己 自语己不相 干 如手足不仁 弃义不惯 皆不属己 顾博师记忠 乃圣人之 功用 人质难言 顾曰 己欲利而利人 己欲达而达人 能尽 取辟 可谓人之方也已 欲令如是观人 可以得人之体 二十九 在这一段文字中 陈浩以医生治病时对手脚麻痹者的比喻来说明 识人 的功夫 病人手脚麻痹时即不能感觉到手脚的病痛 手 脚本来是自己的身体的一部分 健康的人正常的时候当然可以感 觉得到手脚的痛痒 但是若他们麻痹了 那么人们就感觉不到他 闷了 医生们就在这时以 不仁 来只说麻痹的病症 这就像有 人得的君子会感觉到别人的痛苦 君子要是感觉不到百姓民众的 痛苦 或者视若无睹 那么他就是一个没有人得的人 有人得的 人之所以一定会感觉到 是因为他们把天下人及天下事都当成事 自己的事 因此对于民众百姓的痛苦是视若己伤的 而且百姓痛 苦时君子一定会跟着痛苦的 然而如果应该感觉到百姓的痛苦的 君子却对之视若无睹 这就是不仁 就像一个人的一生中的手脚 有痛痒的时候自己一定会感觉得到的 如果自己感觉不到就是手 脚麻痹了 因此手脚麻痹也像是不仁的君子一样 因为本来应该 是会感觉得到的痛痒 现在却浑然不觉 这岂非是自己对自己的身 体的不仁 陈昊提出这个一家以不仁说麻痹的比喻 关键即在 人者以天地 万物为一体 的认识上 这才是理论上他最重视的说法 于是九 功夫实践而言 百姓痛痒及己之痛痒 同样的己欲立而立人 己欲达而达人 自己愿意有的也愿意别人拥有 以这样的态 度认得为己 和所不知这就是实人体人的落实 以下一段文字也是由人说 与天地万物一体的同样意志 的说法 刚义木认 直之近乎人也 立行 学之近乎人也 若福智人 则天地为一身 而天地之间品物万行为四之百体 夫人岂有是四 知百体而不爱者哉 圣人 人之智也 独能体是心而已 何尝之 离多端 而求之自外乎 故 能尽取辟 者 众你所以是子共求 人之方也 依书以手足封丸 为之四体不仁 为其疾痛不以泪其心 故也 夫手足在我 而疾痛不与之焉 非不仁而合 是之忍心无 恩者 其自弃亦弱势而已 三十 真正做到 智人 的境界的时候 则天地为一身 而天地之间 品物万行为四之百体 将天地实做己身 则天下事就都是己 分内是了 没有人不爱己身 体人的圣人就是把天下人当作自己 是人之智者 是独能体是心者 一旦达至人的境界 待人至事 的道理 就都是向自己的心中寻所即是 寻所是否是为己身份内之 是 如是 则处理此事的根本原则 即以确立 何尝之离多端 而求之自外乎 问题的关键一定是主体自己的对待态度的觉 断的问题 而不是客观环境条件的知识穷尽了与否的问题 故而 不是外求可得的 将天地视为己身 则百姓痛苦及己之痛苦 因 此必尽力之事 如果见到百姓及苦却仍不顾的话 成好及赤之为 自弃 因其忍心无恩之对象 及是与己一身之百姓 当然这是 就忍者而言 就不忍者而言 则其自弃也没有用处了 后文意味 同意 万物皆备于我 不独人而 物皆然 都自这里出去 只是 物不能推 人则能推之 虽能推之 几十天的一分不能推之 几十简的一分百里聚在 平铺放着 几十道 摇进君道 天的蝎 君道多顺 敬子道 天的蝎 孝道多元来依旧 三十一 以人而言 人中之人者 即欲与天地万物为一体者 实际上就天道 而言 天地万物本就是一体的 然而万物不具知觉而不及查词 但人类即当查之 但又虽然查之亦彰显之 此天地万物与人同体 的天道 天理却不应个人之查之彰显与否而有所增减 差别旨在 个人自己知是否成为实人 智人的圣贤而已 智智人境界的体会是如此深刻亲切 因此下比喻时阶级为传神 如 切脉最可体人 三十二 因为人是天地之大德 是生物之德 大凡生机勃发之事 都是生德的显现 因此切脉可以见此 又如 观鸡除 可以观人 三十三 除鸡亦是生意盎然的活泼泼的生 命 见到万物生长的讯息就知道天道的意志 所以言此 见到天 道的意志就意应知道自己行止 行止当然是关怀天下 因此在是 见的动向上一定是知道道理的 因此 大凡把桌不定皆是不仁 三十四 臣灾思严 但把桌记定即是定后功夫 了 以及是静 戒展现了 以静戒持守之展现为功夫 是为静戒功夫 这又正是 下文讨讨论小鱼定性书大鱼的思路 陈昊由人说实 说成 说定 说与物同体 说智人 说体人 说 体是心 这些都是说的功夫 但是是说功夫中的一种特殊格式 是说的物后功夫 定后功夫 境界展现之境界功夫 由人 而 说是成号境界功夫的一组思路 另有小于定性书大于一文是类似的另 一思路 六 境界功夫论的定性说 成号自责之文就是与张仔 讨论功夫问题的小于定性书大于 故而极有 代表性 参见 百家锦案 横取张子问于先生曰 定性未能不动 由类于外 物 何如 先生应做事篇 所谓定者 动意定 敬意定 无将淫 无内外 苟以外物为外 千己而从之 是以己性未有内外也 且以己性未随物于外 则当 其在外时 何者未在内是有意于觉外又 而不知性之无内外也 既以内外为二本 则又无可惧与定哉 夫天地之常 以其心谱万物而无心 圣人之常 以其情顺万物而 无情 故君子之学 莫若阔然而大功 勿来而顺应 一 曰 真吉 毁王 冲冲往来 蓬从而思 狗归归于外又之除 将 贱灭于东而生于西也 非为日之不足 故其端无穷 不可得而除 也 人之情各有所必 故不能适到 大律患在于自私而用智 自私 则不能以有味为应激 用智 则不能以明觉为自然 经以恶外物 知心 而求照无物之地 是反见而所照也 一 曰 更其倍 不获其身 行其停 不见其人 梦是一曰 所恶于智者 为其早也 与其非外而是内 不若内外之两望也 两望 则成 然无事已 无事则定 定则明 明则上赫应物之为类哉 圣人之 喜 以物之当喜 圣人之怒 以物之当怒 是圣人之喜怒 不喜 于心而 细于物也 是则圣人 岂不应于物灾 物得以从外者 为非 而更求在内者 为是也 经以自私用智 之喜怒 而是圣人 喜怒之震 为何如 不灾夫人之情 一发而难治者 为怒 为甚 地能于怒 时聚 忘其怒 而观理之 是非 亦可见外 又知 不足 如恶 而于道 一丝过半 以 三十五 以下分段书之 百家锦案 横取张子问 于先生曰 定性未能不动 有类于外 物 何如 先生应作试篇 所谓定者 动一定 静一定 无疆 淫 无内外 苟以外物为外 千己而从之 是以己性未有内外也 且以己性未随物于外 则当其在外时 何者未在内是有异于 绝外又 而不知性之无内外也 既以内外为二本 则又无可拒 定哉 张载提出 人性作主不定人为外物 所有时 应如何的问题 程浩 的回答 一开始就不管 不定性 的话该怎么办的问题 程浩 只管 定后功夫 程浩 首先讲人性作主的定的话 就动进行 只都能得定 天下是无内外之分 因此就无将淫之意 如果以别人的事为外 在的事 而勉强自己去为别人做事 这就像是把自己的自主性一 分为二 而有内外之分了 这样的话 当人们关注于外在的别人的事 情的时候 自主性就放在外面了 那么此时留在里面的又是什么 呢 也就是说这样的态度是有益于并 外幼 却不理解自主性所含 设的范围是不分内外的 既然自主性中有了内外之分 那么又算 得上是定了吗 程浩此文 抓着章仔所讲的 定性 的概念来发挥 因为程浩史 中式谈悟后功夫 也就是境界功夫 也就是功夫已经相当程度完 程之后的境界展现的问题 因此就 定性 概念的诠释而言 程 浩即将之指向主体 已然达到境界之后才能讲的 定性 因此极 极为类似于张载数语使用中的 程性的意思 程性的意思 三十六 一级 气质 知性 皆已化处只剩 天地之性 的状态 而张载说 程性 是 说这个 变化气质 的功夫的完成 程浩则是旧 程性 以后说 的 定性 性已定 即是功夫已完成 即使已在圣贤境界上 即 然如此 圣贤即是能食人 能体人 是是天下万物为一体之人 因此性中即无内外之分 即是自主性所关怀的对象 没有人我之别 就 所谓定者 动意定 静意定 无将淫 无内外 而言 性 既已定 动静皆定 亦即行止静退 皆不改价值信念 因此动静皆 定之意 意解 至于 无将淫 无内外 亦则比较重要 这就是对 于服务天下人 天下事的时候 没有将天下人 天下事 视为外物 非外物即无需将淫 非外物即无有内外之分 既无有内外之分 则一切事 皆是自己的事 则行一切事 自无需勉强 有艰困则克服 知 有不易则怒斥之 自己心中主体性 却无丝毫动摇 不动摇于 私利 亦不动摇于名利 为天下事服务 不分内外 不会不做 做 天下事又不会受到利益 诱惑而损人力己 既不需强推自己 也不 虚制止自己 这就是主体以达至 内外不分的境界 这就是成号所 说的 定性 也正是张仔所说的 成性 既不是洁净虚弦的 性善 本体 也不是成分治愈的 化性 功夫 而是 主体贴合人体的 定性 境界 故得以言为 性之无内外也 而内外亦不得为 二本 也 下文 夫天地之常 以其心谱万物 而无心 圣人之常 以其情顺万物 而无情 故君子之学 莫若阔然而大功 勿来而顺应 亦 曰 珍疾 毁亡 冲冲往来 蓬从而思 狗归归于外幼之除 将见灭于东 而生于西也 非为日之不足 故其端无穷 不可得而 除也 学者首要见识提高 一方面要为天下服务 二方面在服务时 不要为私利诱惑 如果自己的修养做不到这点 虽实时做事又识 识想放下不做 若没有放下就想到私利 东一个负担西一个累赘 这样永远没能真正做好事情 因此应首先把见识提高 就是要 做到 十人 天道之意志即是 人 人即是 生物意志 天道 天道生物及不分合物 顾言 夫天地之常 以其心 普万物而无 心 无心 即无对特定之万物之私爱之心 因其 普万物 以 至于圣人 则当然是 效习此一精神而作为一切事 却不掉落在 自己的私心中 而特别偏好或厌恶任一件事 故言 圣人之常 以其情 顺万物而无情 无情 也是无私爱之情 于特定的事物 知意 因其欲 顺万物 以 达到了这样的境界 自然就无需 归归于外幼之除 因为已经没有私欲了 如果还有私欲 则将 顾其端无穷 不可得而除也 那就什么也别谈了 所以成好 论君子未学 始终是在境界展现上说功夫 说君子一定要在修养 上 定性 了 要确实做到时功 否则外幼便是会天天来 时时 来的 而这个情况的发生也始终就是因为没有把自己跟天下事物 何谓一体的结果 序下文 人之情各有所必 故不能是道 大律换在于自私而用智 自私 则不能以有谓谓应激 用智 则不能以明觉谓自然 经以恶外 物之心 而求照无物之地 是反见而所照也 一 一 曰 更齐 被 不惑其身 行其停 不见其人 梦是一曰 所恶于智者 为其早也 与其非外而是内 不若内外之两望也 两望 则 诚然无事以 无事则定 定则明 明则上赫应物之为类哉 诚好论于人们静 修业时的缺点 以 自私 用智 两项说之 两项缺点 其实都是识人不足 未能定性所致 也就是说尽界位 打所致 自私 者以为所作所为是自己莫大的功绩 不能简单 看待所作之事件的整体意义 任何大事都只是自己本来就应该做 的普通的事情 当生活形只遇到有事时就把它给做掉了 这就指 是 应激 而已 也就是圣人应物无情的境界 小人无知有私心 偶尔做了一件好事 就以为是天大了不得的事 这是 自私 的缺点 用智 的部分就是在处世之际添加了过多的人为造作 或者过度兴奋 或者过度惊慌 大凡心思单纯之人欲视极明 自然 对待 然而好用私智者却不然 过度诠释事件之意义 造成高度复杂 造成高度复杂而令人心浮动猜忌借 借地 这两种缺点都还 是以己为内 以物为外的心态所致 这就是没有做到 十人 定性 所致 要做到的话 首先对于外物应视之为自己的事儿 真心处理 真心处理 不应逃避 其次应以沉静存养自己的心念 莫再处世 知即兴起私心 然后又需勉力清除外有 君子行事 以事为己 直接简单 不分内外 不兴奋 不自私 不逃避 两望 则成 然无事已 无事不是不做事 如者就是要做事的 无事 是 无有逃避心虚化处 亦无有私利心虚化处 既不以外物为外而不 欲为之而欲逃之 亦不有私心于灵世之 既知求私利之满足 如此 即无事 指责即指责 好物亦依依于物之情况 君子主体自己知性已定 主 体动静皆定 一切作为随物而为 这就是 圣人应物 圣人应物 既然定 信而应物无心 则 从外 知实 是处理天下 是 是 几分内 是 是 无可非者 外无可非 在内就无可视了 因主体 已无内外之分 故已无所谓 是内 知事已 序文 圣人之喜 以物之当喜 圣人之怒 以物之当怒 是 圣人之喜怒 不细于心 而细于物也 是 自则圣人 岂不应于物 灾 污 得以从外者 未非 而更求在内者 为是 也 经以自私 用 智之喜怒 而是 圣人喜 怒之震 为何如 灾 夫人之情 亦发 而难 智者 为怒 未甚 地能于 怒时 惧望其怒 而观理之 是非 亦可见 外幼之 不足恶 而于 道义 思过 伴 以 三十七 当人们 心中上 有自私 用智 之心 并以此 看待 圣人之喜怒 好物 这 其实是不对的 圣人不以有功于外为喜 不以高出众人为欲 不 以不为人众为怒 不以他人之不堪之行敬畏恶 这些都是自私 用智者的好物 非观在食人 定性境界以上的圣贤之好物 以怒 恶而言 圣人非为私利而怒恶 即便已有怒恶圣人也能当下观理 因此圣人则是有意理上之好物 而无情绪上之愤怒 情绪上之愤怒即可当下放下 至于意理上之是非对错之好物 则就行其所当行 而已 关于定性的思路 成号令有一短文记录着 知指则自定 万物挠不动 非识别将各定来注之之也 三十八 见识上提得起 即是功夫上已完成 即是 诚信 了 此时外 又 威胁皆不能动摇了 知指则自定 是主体 已因识人而定性 性已定则定在主体中 无所谓由外在的力量来辅助的作业 主体 自己已达境界了 七 功夫论的格物说 成号论学之创造性特色重点极如上述 除此之外 对于一些相关 的讨论功夫理论的观点 成号之所言亦服应于前述思考模型 以 下先从功夫论的格物说谈起 格物一词是大学术语 在诸西及阳 明中对格物之说却有颇为差异的诠释 实际上成一的解读及语语 成号有若干不同 从哲学诠释的角度说 大学古一之格物说为何 是一回事 但是成号 成怡 朱熹 王阳明等人以各自的诠释件 立自己的功夫修养学说是另一回事 他们各自的格物说当然跟他 他们各自的哲学理论内含有关 尤其是功夫哲学的形态有关 因为 格物说在大学原本就是说功夫修养的 就成号之格物说而言 因 其所关心的修养功夫之重点就是在于是否有 以天地万物为一体 因此他的格物说就是使自己 与天地万物为一体的功夫修 养哲学 成号训格味 智 所以格物也就是智物 智物 何以 智物 就是以物为己 观心观到此物上 不与物为耳 参见其言 智之在格物 格 智也 穷理而智于物 则物理尽 三十九 智之在格物 格 智也 或以格为正物 是二本意 四十 首句是说理解人意理智性之天理 关键在要与物同体 事物 如己 如此则是事物之理 即由主体而落实 亦即一件事情该如何做 就如何做 并已经做到了 则物理尽 四句是说 若以格物 未 正物 就是以主体之正 以改外物之非 如此即不是与物为一 的境界 即 是二本意 外物本非外 而有物欲又本是主体字 己的修养境界 未至高明的结果 应进行的功夫 是提升自己的境界 使自己与物同体 而不是以己之正正物之非 因为此时之物之非 实是己心之性之不定的结果 即性不定 则见灭于东身习于西 始终是正不完 灭不尽的 所以一定要做到真正把主体境界提升 才可能有实际的社会建树 格物之古意为何是另一回事 成好 以格物概念之至物 说训之实际上还是实人说 定性说 一 体说的同样的道理 因为对格物的诠释是宋明如学 讨讨讨论功夫的重要问题 尘好的权解 有其特殊性 顾介绍如上 因着格物说就涉及大学相关条目的权 是 而尘好对权势之意里格式却依然相同 参见其权势之意诚 参见其权势之之 一成之说 知制则便一成 若有之而不成者 皆之谓智而 知智而智之 这知智而枉智之乃积之先见 故曰可予积也 知中而中 知则可予存亦也 四十一 论知智及智亦成 诚好论功夫都不自其点论而是在终点 等着知智就是要知道做事情的道理 但这还不够道理不 是知识上认识就好了 而是要意志上确定自己就是会这样做 这就是意诚了 就是主体的意志已经达至此一事件之处了 以及是 智之之义了 即以往智之 知道道理并已经在实践 这 就是决定一个人命运及凶的智慧与否的关键 这才是真正的 之 即即可与积也 可与此人共同领略智慧了 这也是成好 论功夫的一贯模式 顾约 乃基之先见 一般人 知己 而不 实践 则 知己 也是白 知己 了 也等于是不 知己 因 此 知智 就须 一成 二是一事 一成 即已在切实实践 得路上了 没有加上意志贯彻的功夫 则一切所知皆是虚妄的 实际做到了这样才是真正的人意之事 故曰 知忠而忠之 则 可与存一也 以上论于 知智 一成的功夫观念在成号的讨论中都是强 调实际上在主体的修养上已经达到了一定的境界之上的意义来说 明的 也就是在境界上说功夫的 如若不然 说之智就要说哪些 客观之事之虚之 说一成就要说到哪些主观意志上虚贯彻 两者 都是属于在外部说知识的诠释形态 成号不然 论说功夫都是直 下在主体的境界上完成与展现的格式 下文一指接近 参见其言 穷礼 尽性 已至于命 三世一时病了 缘无次序 不可 将穷礼做知之事 若是穷的礼 即性命亦可了 四十二 成号论于 穷礼 尽性 致命 认为在意志贯彻中主体境界就 已达至三世一世了 成号不认同一个没有主体境界的时政的空头 的认识活动 所以说 不可将穷礼做知之事 即穷礼 即智悟 即定性而尽性 即已落实生命的意义与价值 即 致命 对 成号言 空头的分析功夫的段落与架构不是他所关切的 他所关 切的是主体是否实实在在地已是一个人者 已在实践 已实的人 体 所以论穷礼即应实人 实人即的定性而尽性 如此即是生命 意义的确实实践 即是 致命 而 性命 以可了 了 成号论 大学 的 格物 智之 诚意 与 义传 的 穷礼 尽性 智 命 都是强调实际做好了功夫之后的境界 八 沉静的功夫论 成号论 识人 知识 有益 与 即于 识得此理 以沉静存之而已 此意值得讨论 并不是成号在此沉静之说中又有什么新的 哲学问题的提出极心的理论的建立 其实还是它的境界功夫的基 本模式 只是以 沉静 概念 说出而已 本文之所以要对此一概 念 进行讨论 是因为论于 静 概念的功夫说 在沉 以及诸西处 都大大地发挥过 四十三 静 概念是宋明如论功夫的一个重要的 概念重振 如 格物 亦然 因此此处将讨论之 亦将借由成号 论 静 的功夫之意里格式而再次呈现成号学思的特色 参见其 言 体悟而不可疑 者 沉静而以 不成 则无物也 诗 曰 为天之命 于目不已 于乎不显 闻王之德之唇 唇则 无间断 四十四 诗人 以后意志已贯彻 接下来就是真实实践 实践即是欲试 以沉静守之 这是小于识人偏大于中的说法 此段文字中 体悟 而不可疑 本就是 识人 的意志 序言 沉静而以 故而 亦是小于识人偏大于的对于沉静使用的思路 接下来说 不成 则无 物也 意思是说若行事不已成 则无可成之事也 宗或有事亦是 为害社会 损人利己之事 就福国立民之事业而言必是亦无进展 一般而言 成 概念自 中庸 中之使用已降 有二意 其一 为单纯的善意与人为好 即是仁义理智之同一词 亦即如家道德 亦是之价值观念从之一 其二则是不惜无间断之意 成奸善意对 待机持续作用二意 那么静呢 成号 此处直接使用没有解析 那 就是静自意的一般使用意 那就是专注于一部分心之意 四十五 于 是沉浸和构成为善意志之持续与专一 在主体意志之已经贯彻 境界已经提升 而欲灵是智识之计 言 沉浸 即是言此时之善 意志之持续专一的作用 主体已达至 识人 而 定性 之境界 识时处是智识即是 沉浸 而已 这就是成号所言于 沉浸 功夫的言说 四十六 这是主要的论述 但是还有其他一些相关的论 数人值得讨论 一小于文言传大于中所言之 尽以之内 亦以方外 之说 成号是有所发挥的 参见其言 孟子曰 孟子曰 人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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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何而言之 道也 中庸 所谓 率性之味道 是也 人者 仁此者也 尽以之内 亦以方外 人也 若以尽之内 则便不止以 行人意起 有不直乎 必 有事焉而物正 则止也 夫能尽以之内 亦以方外 则与物同 亦 顾曰 尽以利而得不孤 是以人者无对 放之东海而准 放之西海而准 放之南海而准 放之北海而准 四十七 尹孟子之言 就是要强调掉 人 是要人来实践的 人实践了人者 就是道 这也是 中庸 率性之味道 的要指 重点就是要由 人的实践来落实彰显 此一人得的 序言 尽以之内 亦以方 外 人也 则是要以尽 亦说人 此亦实不离于 亦沉尽说人之 亦 此处之 亦以方外 亦应有 亦特殊的 全解 此在下文 即将说 明 此处之 重点在于 陈昊 所说的 若以 以尽职之内 则便不止以 这句话 这就是 陈昊 对 尽以 职内的 功夫与的 操作方式 的权 解 以 尽职内 表示 还在 做功夫 表示 主体的 专一 不分心 的 尘 度 还 差得 很远 所以 要 以 尽职内 的努力 做着 功夫 此时 主体 的 内在 海上 不值 不值 即不敬 即未至 以静的 境界 行人意 必须 在 以静的 境界 中行 中心 不仁 意 又如何 行的呢 所以 中心 必须 以 精直了 直了 才能 行人意 即 行人意 其有不直乎 由此 即见 陈昊 要 君子 所行 的人意 的事 业 是 对天下 人 行 的 天下 事 这 就 不能 是 不 人意 的 事 要 行 人意 的 事 就是 静 以 直 内 意 以 方 外 的 事 就是 主体 的 修养 功夫 以 达 至 完成 主体 已经 直了 近了 也 就是 已经 成了 然后 对天下 人 行 合 意 的 天下 事 意 行动 即是 意 的 意 由主体 发而 对待 天下 意 就 意 不是 决断 于 外 的 而 人 是 决断 于 主体 之内 的 意 是 由 人 而 发动 并 作用 于 外 物 意 意 方 外 是 说 有 意 的 原则 来 对待 天下 事 而不是 说 意 的 原则 只能 是 用来 管理 外在 事物 的 如此 主体 的 事业 即有了 内外 之分 因为 因为在 成 而言 一切的 事业 都是 主体 自己 的 事 这 才是 与 物 同 体 的人 得 的 落实 即 其 所 言之 夫 能 尽 以 之内 意 以 方 外 则 语 悟痛 以 之 意 既 以 语 悟痛 以 则 忍者 无对 无对 即 意识 不分 彼此 故放 之东西 南北四海 皆准 这一段 文字中的 若已 静 之内 则便 不止已 就是 再次 显 路程 好 是 在 境界上 发言的 功夫 论 他要 在 主体 修养 已经 达成 之后 来论 说 主体 对天下 事业 的 承担 他要求 落实在 处世 智世 的 实践 上 而 不是 还在 谈 主体 的 功夫 修养 要从 哪里 入手 的 问题 承担 天下 是的 人 自己的 主体 的 修养 岂可 不足 即 行人 一起 有不 直乎 都 已经 要 承 天下 了 最重要的 就是 见识上 一定要 做到 与 天 地 万 物为 一体 就是 食人 与 物同 等 境界 由 承浩 谈 承 静 功夫之 特殊 命题 形式中 承浩 还是 把握着 主体 境界的 展现 的 功 夫理论 的 特色 这就是此处作者最主要要强调的重点 既然谈 陈静 谈到了 静意 对于 意 之内外的问题 称号意有发言 参见 众尼言人 未常见意 独于 意 曰 利人之道 曰 人 语 意 而孟子言人 必以 意配 盖 人者体也 意者 用也 知 意之 为 用而不外 焉者 可以 语 道 意 事之 所论 于 意者 多 外 之 不 然 则 混而无别 非知 人 意之 说者 四十八 言 意为人体 之用 而不外 是在说 行 意即 为行 人 行 意 是 人 之 用 既是 人 之 用 则 所 用之 事 都已被 事为 是 君子 自己 的 事 必 事 与 己 为 一 体 的 事 是 不 以外 内 之 分 之 心 态 对 待 其 事 的 至于 所谓 事之 所论 于 意者 多 外 之 这是 成 好 要 批评 的 已经 是 天下 是 为 一体 之后 智 是 即 无 妖 功 欣赏 尊 欲 之 福 行 以 这些 都是 自私 的 表现 自私 就是 有 外 之 心 此处说 意 之 不 外 焉 之意 并不是在讨论 合一的处事原则是决定于主体的价值还是外在事物的客观情况这个问题而是在讨论处事的合一的行为是主体自己的分内的事情而不是对他人的额外的奉行 这种态度 这种态度 这种态度就是没有把天下事物视为与己一体也就是非人了 这种态度就是没有把天下事物视为与己一体也就是非人了 中心 中心思思绪 中心思绪 中心思绪不合不乐则比诈之心入之矣 此欲 竟以直内 同 理 为敬畏和乐则不可 然竟虚和乐 只是中心没事也 四十九 主体修养在沉静的境界上的时候因其心中只有天下人与天下事而没有比诈之心故而始终和乐始终能宽温待人这是有境界的人者才做得到的有境界者处事自然和乐然反之未必然 和乐者未必有境界但有境界者必和乐不和乐者就是功夫修养 还不到家 同样的道理沉静之心悠游栽培即可不需急求弱 显现急迫的态度必是遇上有所求 参见其言 学者须禁守此心不可急迫 当栽培身后 含勇于其间 然后 可以自得 但急迫求之 终是私己 终不足以达到 五十 静要和乐也要放松自己不可矜持 矜持又是把握未定 故意用力 的状态 这又是境界不够了 境界够了 极不矜持 自然表露没有 曲折 如其言 直视虚视镜 又不可矜持太过 五十一 九 境界功夫论的合一说 成好论功夫时有若干语句形式涉及和一论的谈法 这种语句形式的出现自然就是因为成好注重物后功夫 以及境界功夫的缘故 在主体成圣成弦的境界中 就已经不是还在做功夫的阶段 因此 功夫意味的字眼皆可略去 直接就是本体的彰显以为主体的境界 所以本体与主体合一 主体与天地万物合一 主体完全呈现本 体的价值一含而与天地万物为一体 此时一切相关设置概念就在 主体的有境界的境界中合一于一了 参见其言 言 体天地之化 以圣一 体 自 指此便是天地之化 不 可对此个别有天地 五十二 说其多一 体 自 就是说在做 体认见旅 的功夫修养的活动 的时候 主体的境界尚未真挚完美 因此尚需修养自己 尚需可 以免力做努力 顾约 体天地之化 但是成好关切的不是主体 在修养的历程中的知识意义说明 而是主体需实际对天地万物有 所作为 所作为 主体的作为 即应体贴天地之道而为天地的作为的本身 所以主体就是天地 主体的作为就是天地之化 而不是主体还在 修养自己并期许自己可以体贴天地之化 顾约 指此便是天地 之化 下文几乎一同 至成可以赞天地之化欲 则可以与天地参 赞者 参赞之意 先天而天福为 后天而奉天时 知谓也 非谓赞助 只有一 各成 合助之友 五十三 至成者之所为 即是参赞天地之行为 此处之赞人是参与的意思 但是这种参与却是完全贴合无间的参与 因为主体自己就是天道 知里的实现者 因为成就是天道 至成时之作为 就是境界以至圣 人者之行为 一切与天地合一 故而 先天而天福为 后天而奉 天时 此时之赞即是参 此一参意即是何意 是我之行为即天 得之行为之意 之参赞 并不是天地自天地 我自我 由我来助天 得 若助 则此时之我即不与天地一礼 此则非参赞之意 下文 即明言 除了身 只是理 便说 何天人 何天人已是 为不知者隐而 智之 天人无间 夫不充色 则不能赞话欲 言赞话欲 已是 离人而言之 五十四 文中说 言 赞话欲 已是离人而言之 就是说的此时已是 以天地之化 为圣人之作为之意义 即是 人己已为大我 之 离 人 而言 此外 除了身 只是理 也是境界语言 就是说 主体整个人的思虑 言动都是以天理为奇象 此时主体即在意有修 养功夫的境界中 此一人即是在于有天理的状态之中 即的缩位 天人 仪然而依据儒家的立场 每一个人都应该成为君子圣人 成君子圣人就是以天道为自己的生命的奇象 就是要和天人 对 于尚未受到儒学的教育的人就是要以这个理想来教育他们 不过 这倒不是成好最关切的事情 成好关心的是当人们已经受到教化 了以后 一个已经有了教化的境界的君子圣人会是有怎样的气象 呢 这个气象就是一个吉人吉天 天人无见 天理充色而化欲万 物的境界 成好关心的是这个上 达了以后的境界为何 就这个上 达了以后的境界来看 和天人 的要求却是只为尚未受教化的 普通人所提出的努力之道 吉言 和天人已是为不知者隐而至 知 这就是说 和天人 还是功夫理论的脉络 而 天人无见 则已是境界状态的言说脉络 下文一指更明 天人本无二 不必言 和 若不依本 则安得先天而天福为 后天而奉天时 五十五 若要说功夫 则当然是要说和天人 若要说境界 则即人即天 人天无二 不必言和 言和则是还在力求向上 但天理与人道本 就是一 顾得以福为 顾而说到境界时 此一必然可和的事实极正 在显现 而不必还有外求和 顾而即便是说功夫 亦需说到功夫的 最高级阶段 亦需说到境界中 亦需见识要见识到心胸意志里头 确实定性的守住不动 这才是最精致的高级功夫 如下文 道义本也 或为 以心包成 不若以成包心 以至成参天的 不若以至成体人物 是二本也 之不二本 便是笃功而天下 平之道 五十六 说 道义本也 一定是说普遍的道与主体的心极客观的 性已在主体的境界中展现落实了 故而是一本而非二矣 接下来 是说不要以功夫的境路逼近 那都是主体境界上未纯熟的状态的 说法 不论说的是以心包天还是以天包心 是以至成参天的还是 体万物 这些都是二本 都是功夫还不纯熟时的路数 纯熟之后 主体即直接定性在境界之中 这就是实人之意 实之而实守之 所以此时便是知行合一之实 而行又不是行于自己的主体的修 信仰性之行而已 而是圣人君子之行于天下事之行 即便是 赌公而天下平之道 十 本体论与人性论的善恶皆天理说 陈浩是个处世智世的人物 并不是足不出户 自己关在固纸堆中 考究知识的学者 所以他对异理的陈述多从实物经验中来 以及 多从现实经验中 研说知识在使用时的主体的体会 而不是还去见 构知识的体系 那正是像张仔这样的哲学家的事业 但成好已经 是在体会这些传统经典上的意理 而不是在去发展新说 因此传 统意理也是已经被预设的接受了 就传统儒学的理论立场而言 对于本体论及人性论中的善恶问题 从中庸 言于天道之臣 从孟子言于人性之善 从 异传 言于既善成性等 种种脉络都 指向一个绝对至善的道体 或以天道 以天理 以太极 以道体 以本体 以心 以性等说之 但是对现象中有恶的实际状况 如学理论体系中 亦有种种理论方案以处理之 最极端的就是寻子 德性恶论与自然天之说法 至于颂如张载则以气质之性说此恶之 宇宙论存在地位 然后再提出变化气质的功夫论以化除之 而父 反于天地之性中来 因而本体则永远能得其善 此说张载可谓极 有贡献 陈昊对此一问题则有更为真实的面对 从他的具体生活 经验中 恶的存在始终是他在做地方父母观时 要去面对解决的问 提 而他也始终能够立场坚定地处置之 如地方有洪水 他不等 请示上级及自行发兵治水 而不管是否会逾越职权而影响自己的 政治利益 又如他在朝位建官的时候也是职承国事 而与当朝宰 相亡安时不合而辞观离经 他也不会为自己私利谋求 他对待天 下世能冷静不动怒地处理之 且自己始终和乐待人 因此对于觉 对至善的天道自有生命实感中的真切体会 天理是善的 人性也是善的 但是现象中有恶 而成好对待的态 度就是指出现象中的恶并非根本恶 它们是现象中的实然 这个实然本身也是天理中的一个环节 是天理中指向个别存在现象之 相对善恶的实况 这个相对善恶的实况 是天理所蕴含的 现象壁 然如此 但是人的存在就是要在现象的善恶相对中自己体贴天理 既善成性 不可自留于恶 这种现象相对善恶的必然性的说法 张宰即以名言 现象中有善恶相对 但是本体上绝对是善的这就是 张宰的如学基本立场 这个立场也是成好的立场 成好并没有说 出天道本体或天理者也是有善有恶的 他只是说在天理中也蕴含 了现象不齐的相对善恶 而个别人性也因为出生气柄的一同 有 个别器柄上的善恶差异 但是根本人性始终是善的 因此如果能 够经过一段锻炼的历程 以既善而成性就是圣人君子了 从人性 论及本体论两路 成好都更多的见到了现象善恶不齐的必然性 并正面的予以接受 这就是他现实经验中的眼光锐利之处 为其 有对于恶的现象是查清楚 方才有对于善的功夫用力精准 既不一昧说善也不一昧说恶 善恶两路从现象的必然到天理的理想都 予以理论的安置了 参见其言 天地万物之理 无独必有对 皆自然而然 非有安排也 美中 叶以思 不知守之无知 足之导之也 五十七 这是说个别事物的存在多数有着相对立的双方同时存在的特质 这倒也是天地万物的自然现象 没有什么好好此恶比的 从此也 就对于不好的恶的东西处之泰然 能够善待之了 另言 万物莫不有对 亦阴亦阳 一善一恶 阳长则阴消 善增则恶 简 私利也 推之其远呼人只要知此而 五十八 万物的好坏善恶多事共同并存的 其间却也有比我消长的事 十 这样的说法跟邵雍所言于君子小人并存于同一时代之说 颇有 近似之处 五十九 只是邵雍对于个人如何修养成圣贤的功夫哲学者 莫太少 以致他的善恶并存说似乎走入命定论的困境中 而成好 则能对主体修养的功夫理论言之凿凿 因此善恶并存旨在现象中 主体的既善诚性的理想人的实现 因此可以摆脱善恶魂的人性 论下场 令文 执必有文 自然之理必有对待 深深之本也 有上则有下 有 死则有弊 有直则有文 一不独立 二则未文 非知道者 孰能 十之 天文 天之理也 人文 人之理也 六十 直必有文 则粗必有戏 恶必有善 一切在现象中的都应是 善恶并存的 本文也是从各物存在的现象说 现象状态必是友善 有恶对立并存的 文中提出 深深之本的概念 这是成号说人 信实的一个重要的思路的线索 后文再详 既然 一不独立 二 则未文 则君子圣人面对善恶种种及无需愤怒以对 何乐处之 必可化解 令文 天下善恶皆天理 为之恶者 非本恶 但或过或不及 便如此 如阳 莫之类 六十一 在这段话中 成号终于把天理的是善非恶的本体论儒家立场摆出来 了 前述诸文所说的都是各物之理 本文所说的才是天理 在天 理的高度中看待天下现象诸事实 现象中相对的善恶之诸事件一 然是天地万物的范围内之事 因此即是天理的范畴对待下的事件 各别现象中的事件有善有恶 但是所谓的恶不是本体上的根本 恶而只是过或不及的现象 这种说法张宰也同样说过 即是由 气质之性说起有善有恶 但是天地之性仍存 现象中气质之恶之 事件只是某些感情的过度一出 它的根原本都仍保存在是善意志 的基本立场中 事件的意义多是如此 因此对于恶的事件亦无需 太过发怒 只需妥善对待即可 下文集此意 事有善有恶 皆天理也 天理中物 须有美恶 概物之不齐 物之情也 但当查之 不可自入于恶 留于一物 六十二 不可自入于恶 就是对主体的要求 固然 是有善恶 但那 是物之不齐的必然性 是他人的过或不及 而至善恶相对的沉显 物不能推 人则能推 因此在主体自己这边 那就要绝对要求己 善成性 不可自入于恶 主体不可跟着过或不及 而至身善恶魂 论主体 主体以食人 一 定性 则 积之先见 善恶立判 此时当不可自入于恶 陈浩此说就保住了主体的修养功夫 以 正面接受了现象有恶的事实 在本体论及功夫论上降如家价值里 场的理论与现象的脱节部分予以沟通 此外 在人性论的善恶问题上 陈浩一以 既善成性 说及 深知 畏性 说沟通善恶 首先陈浩在 既善成性 说中说明天道一致 人性而功夫之学 参见其言 生生之谓义 是天之所以谓道也 天只是以生谓道 祭词 生理者 只是善也 善便有一个 圆的意思 圆者善之常 万物皆有春意 便是 既知者善也 成知者性也 成雀 呆他万物自成其性需得 六十三 说义就是说天道 因为义概念已等于天道概念 因为义学已被试 为儒家世界观整体之学 生生 是为义道 因此义即是天道 就人与万物而言 顺计此生道之意 以为行为 即是善行 此成好 对 既知者善 知解读 至于 成知者性 则言为 待他万物 自成其性需的 因此事实践完成一知 成性 说 此一章载之 成性 说之全是类型 此说应有两个思路 首先是从先添本性 触说各体性之完成 是善的本性做动力意志而完成 是说善性十个 体性完成 其次接着这个思路就要讨论各体性的完成 是要完成在 善性已全然彰显之后才算完成 这第二部分才是张载 成性 说 的思路重点 显然成好意强调这个思路 但是第一个思路却硬是 一传 文本的原意 作者认为此第一意应已为成好理解并接受 只是站在第一意的基础上要更落实主体修养至于一个已经完成 的境界因而强调 成却待他万物自成其性需的 接下来我们讨论成好如何及 深知畏性 说沟通善恶现象与善性 的人性论及功夫理论 参见其言 深知畏性 性即气 气即性 深知畏也 人生气 人生气 理由 善恶 然不适性中原有此两物相对而生也 有自幼而善 有自幼 而恶 是气 禀自然也 善故性也 然恶意不可不畏之性也 改 深知畏性 人生而尽 以上不容说 才说性 便已不适性也 凡人说性 只是说 既知者善 也 孟子言 人性善 是也 夫所 未 既知者善 也 有水流而救下也 皆水也 有流而至海 中 魔所污 此何凡人力之为也 有流而未远 故已见浊 不出而胜 远 方有所浊 有浊之多者 有浊之少者 轻浊 虽不同 然不可 以浊 者不畏水也 如此 则人不可以不加成智之功 雇用力免用 则及轻 用力缓代 则持轻 及其轻也 则却只是缘出水也 亦不是将轻来换 雀浊 亦不是取出浊来 志在意于也 水之轻 则 性善之谓也 故不是善与恶在性中谓两物相对 各自出来 此理 天命也 顺而寻之 则道也 寻此而修之 各得其分 则叫也 自天命已至于教 我无家损烟 此顺 有天下而不予烟 这也 六十四 本文 本文所谓 人生而静 以上 是 礼记 知 乐记 中的文字 成 好语已发挥解释 成好 由 身之畏性 来说 人性 则自然是友善 有恶的 这就跟他说 本体论的天理中 寒运现象的善恶之事 一样 的思路 凡人自然 人性中 确实有善恶 多寡的现象 成好 首先接受 他 自幼之善恶 皆是性 这就是 身之畏性 的现象 不齐的当下 承认 因此 人生而静 以上之纯粹的 善性 不易把拙 才欲把拙 即已落入现象 因此如上预言说 善性 则只有 救济行之 动力而说 在生命历程的 种种行动中 自然人性中的 善恶倾向 将一一显现 义的因 既善之努力 而达至 全善无恶的 诚信境界 此处 及成好认为 是孟子的 未言说 信善之处 以及言说 信善一方面 是自天道 而言之 人生而静 以上之 纯粹善性 一方面 在现象中的 自然人性 则应器柄 知书 一而有着 善恶相对待 的人性 然而 因为天道 至善之 贯注人性 因而在生命历程中的人的一切行为皆得应预计其身身之天理之 意志而为善行之推进 此即逐步划除自然性命中的恶的器柄 此 亦其实以张载的气质之性 即天地之性 即变化气质 而 成性 之说法来理解十极的更见清晰 成好以水欲之 水之轻 着各路不同 但如愿整至则中有水轻之时 水之中可谓轻及其存 脆性善之意 水之或轻或灼及其自然人性及随后生命历程之 各有 发展之或愿整治或自流于恶者 始终并不有一灼水夹杂 一疾病 不有一恶性夹杂 只有一水灼现象 一疾恶行的现象 但是整治 得清及说人性终究根本是善 天理是生生 人应既此生生而为善 行 此时是 天命 人应顺行之 以此说 教 十一 小节 本文对成好哲学进行诠释 重点在指出它是从境界说功夫的 理论形态 并以此作为诠释中国哲学的一个类型 这个类型是三 较共通的 但是成好的内容 一直就是儒家的 此一意理形态寄精 解明 则对于书解送如内部一礼分针 即说明它交相同一礼时都是 极有帮助的 则令待它闻未知 参考书目 中国哲学史新编 冯友兰 新编中国哲学史 劳斯光 心体与性体 穆宗三 北宋哲学史 时讯underscore underscore 等着河南人民出版社 1987年 9月第一版 洛学原流 徐远和这其鲁书社 1987年9月第一版 陈浩陈仪 李日章 这东大图书 二陈学管剑 张勇 这东大图书 二陈兄弟的心如学 格瑞和这陈德祥 等一大象出版社 以本文为作者参加 在全球化视野下的中华文化研讨会而作 会议由 中国文化书院和中华中山文化交流协会 港湘 港湘将文化交流中心联合主办 2004年4月6日至8日 北京 是北京饭店 二对于穆宗三先生及劳斯光先生的宋明如学研究之方法论反省 作者 作者皆有专门讨论 此处不再详列 参见 杜宝瑞 2003年1月 《小于对劳斯光宋明如学权式体系的方法论反省 大于则学报》 第七期页55-105 杜宝瑞 2001年4月 小于对目 宗三宋明如学权势体系的方法论反省大于哲学杂志第34期 页120-143 实际上冯友兰先生也有同样的概括性分析参见其言 宋明道学中的三派气学是唯物主义 理学和心学是唯心主义 唯心主义是理学和心学之所同 唯心主义的内部又有客观唯心主 意和主观唯心主义的斗争 理学和心学之所以是否就是这种斗 真呢 不少人认为是的 理学是客观唯心主义 心学是主观唯心 主义 理学是客观唯心主义 这是不成问题的 心学是不是主观唯心主义 心主义 这是一个可以讨论的问题 主观唯心主义和客观唯心主 义的主要分别在于承认不承认有一个公共的世界 心学中有三个 大人物 大人物 陈浩 陆九渊 我们可以用这个标准观察他们的哲学思想 看其是不是主观唯心主义 陈浩的代表作是十人 篇 这篇的头一句话就说 人者浑然与物同体 通关全文 可见 这里所说的物是公共的 它承认有一个公共的世界 所以 它的哲学体系不是主观唯心主义 陆九渊说 宇宙便是无心 无心便是宇宙 这是一个彻底的唯心主义命题 但不是一个主 观主义的命题 因为他所说的宇宙不是他个人的 而是公共的 他说 宇宙不曾限格人 人自限格宇宙 可见他承认有一个 不受人限格的宇宙 那就是公共的世界 王守人的代表作是 大 学问 这篇的主题是阐明与天地万物为一体的 人 所谓天 的万物是公共的 有天地万物的世界是公共的世界 大学问 所讲的是客观唯心主义 主观唯心主义和客观唯心主义的区别有 在于成不承认有一个公共的 理 陆九渊和王守人都承认有公 共的 理 如其不然 他们所讲的道德学说 修养功夫以及他 们整个体系都成了他们的主观见解了 所谓 良知 的判断也成 为主观的见解了 没有客观的普遍的效力了 这是他们所不能成 认的 他们的这些说法都是以公共的 理 为前提的 他们也说 心外无理 可是他们所说的心是宇宙的心 不是个体的心 新编中国哲学史 第五册 页242 台北 蓝灯文化事业股 份有限公司 1991年12月出版 向前述这样的讨论 就是 一个概括 4 详细讨讨论 无法在此处展开 简言之 作者认为这是处理 行上 原理问题的架构 但是不是如学 义理的重点 5 参见唐军译者 中国哲学原论 原教篇 学生书局 6 参见 杜宝瑞 2003年6月 小渝州联西境界哲学 进入的哲学 体系探究大于 接地学刊 第五期页 三十三至七十一 7 参见 杜宝瑞 2003年11月1日 2日 小渝章载哲学体系的基 本哲学问题 诠释进入大于 2003年东亚汉学 国际学术研讨会 日本大分线力 艺术文化短期大学举办 8 参见 杜宝瑞 2004年1月9日至11日 小渝少雍儒学建构的 义理探究大于 两岸四地中青年哲学家 学术论坛 广州中山大学文 化研究所 台湾府人大学哲学系 澳门人文科学学会主办 9 参见 杜宝瑞 1998年10月 小渝孔子的境界哲学大于 台北 中华艺学杂志 第十九卷 第十九卷 第六期 十 参见 杜宝瑞 2003年6月 小渝州联西境界哲学 进入的哲 学体系探究大于 接地学刊 第五期夜 33-71 十一 参见 杜宝瑞 2003年11月1日2日 小渝章载哲学体系的 基本哲学问题权势进入大于 2003年东亚汉学国际学术研讨会 日本大分县力艺术文化短期大学举办 十二 参见 齐言 明道喜作 圆顿表示 伊川喜作 分解表示 心体与性体 第二册 夜八 台北镇中书局应行 1983年5 月台舞版 论梦中 庸义转通而为一 功夫无全浮相 于见人中 圣言一本者 则为明道 顾明道之一本论 乃真相应于 孔梦原因之 教之规模者 圆善论 小于第六章 圆焦与圆善 第五节 儒家之 圆焦与圆善 大于 夜三一一 学生书局应行 1985年7月出版 十三 穆宗三先生 谈论此事之话 与甚多 在 心体与性体 一书之 第四页至第九页 都在谈论此一 简别判准 其言 无人必须于 耳 先生与中 未著名 谁与者 能鉴别出明道 之智慧 而不可含混过去 Undersco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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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即可获得 鉴别明道 智慧之线索 令 劳斯光言 此外 第一至第十 皆标为二先生语 盖杂 二臣之言 然其中资料多部 难判之为何人所说 因明道之讲说 颇有益于 一穿者 知其本指则 不难辨某语出于明道或一穿也 新编中国哲学史三上 也 二零八三名书局应行 一九八零年十一月六版 十四 穆先生为明道及一川先生重编语录 各分八篇 参见 心体 与性体 第二册 十五 作者这一个言说 陈浩哲学特点的观念 冯友兰先生是已精清 楚的指出了 参见其言 各方面的材料都说明 二臣的气象是 不同的 陈浩在待人的态度上是比较随和 平易近人 这就是上 面所说 与人同 但他的随和 平易近人 又与一般人的随和 平易近人不同 这是因为一个人的气象 是他的精神境界的表现 而他的精神境界是从他的哲学 思想和修养功夫的来的 所以他 的气象能够感人很深 中国哲学史新编 第三册 页133 台北 蓝灯文化事业股份有限公司 19-1年12月出版 十六 参见 宋元学案 卷十三 明道学案 上 十七 卷十三明道学案 上 十八 卷十三明道学案 上 十九 卷十三明道学案 上 二十 卷十三明道学案 上 二十一 卷十三明道学案 上 二十二 此一作者曾深述于他文中 参见 杜宝瑞 二零零一年十一月 小鱼如道互补价值观念的方法论探究大鱼 哲学与文化月刊第三三 零七 叶九百九十七 二十三 参见劳斯光先生 新编中国哲学史 书中言 上篇论识人 虽已涉及圣人之力攻心 但人偏重功夫说 至于明道达横渠之 定性书 则因横渠来书远就类于外物而言 故达书中乃特众圣人 境界之描述 页两百一十八 按明道此书 讲解者或分六段 或分 四层 其实主要论点旨在揭示圣人之心 即所谓圣人境界 页 两百一十九 定性书 虽有欠严格之处 但此一文件透露明道对圣人境 界之基本看法 则无可疑 underscoreunderscoreunderscore 观明道对圣人境界之讲法时 可发现一重要事实 此集 在明道学说中 圣人之为圣人 书部 在于对宇宙论或阴阳五行之构想力说 而在于力大攻心 也 两百二十一 令剑逢有蓝先生言 她认为 万物本来是一个整体 她 门之间有着修期相关的内部联系 她认为 学道学要首先明白着 各道理 但道学并不是一种知识 所以仅止识得此理还不行 更 重要的是要实在达到这种境界 要真实感觉到自己与物同体 这 种境界叫做 人人 或 人者 中国哲学史心编第五册 页一百二十 令剑 既然我真实觉得浑然与物同体了 所以天地 知用皆我知用 梦可说万物皆备于我 这都是说明天地万物皆与 我浑然一体的精神境界 并不是说 自然界的现象都是我所作为 如自然界刮风下雨 就能呼风唤雨 这种境界的哲学意义 打 破主观和客观的界限 中国哲学称为和内外之道 页一百二十一 照道学的要求 这个和不仅是知识上的事 还需要反过来看看字 即是否真有这种精神境界 是否真正感觉到如此 如果真有这种境界 真是如此 那就是反身而成 那就可以有最大的快乐 如 若不然 仅只是在知识上认识有这个道理 而实际上仍然觉得自 己是自己 万物是万物 主观是主观 客观是客观 而为而 我 为我 那么 即使努力要取消这种界限 那也还是以己和比中为 有之 那也不能有乐 这就回答了什么是孔颜乐处 所乐何事 那些问题 这种精神境界正是张载的 西明 定丸 中所说那 种境界 不过张载是用形象思维的语言说出来 而成好则是用理 论思维的 定性书 所说的道理 以及所要达到的精神境界 和 十人篇 是完全一致的 定性书 说 性无内外 十人篇 说 人者浑然与物同体 这都是取消主观和客观的界限 定性书 说 两妄则诚然 无事已 十人篇 说 十人篇 说 十得此理已沉浸存之而已 事情就是 这样的简单 直接 页126 24 卷十三名道学案 上 25 卷十三名道学案 上 26 卷十七 语初 六祖谈经 相关讨论参见 杜宝瑞 2001年8月 小于会能无念功夫的实践方法大于 哲学杂志第三十六期 页四十 -七十五 28 王阳明对明道义指示极为理解并直接继承的 参见其言 明道云 指穷理 便尽性致命 固必人及人而后未知能穷人 之理 亦及义而后未知能穷义之理 人及人则尽人之性 亦及义 则尽义之性矣 学至于穷理 至义 而尚未错之于行 天下宁有 事也 事故知不行之不可以为学 则知不行之不可以为穷理 以 知不行之不可以为穷理 则知知行之何以并尽 而不可以分为两 结是以 夫万事万物之理 不外于无心 而必曰穷天下之理 事代 以无心之良之为为足 而必外求于天下之广 以必补增益之 事由 悉心与理而为二也 夫学问思辨 妥行之功 虽其困勉至于人意义 百 而阔充之极 至于尽性之天 亦不过之无心之良之而已 良 之之外 岂父有家于豪莫乎 今必曰穷天下之理 而不知返求诸 其心 则凡所谓善恶之己 争妄之辩者 舍无心之良之 亦将和 以至其体察乎 明如学案卷时遥将学案 二十九 卷十三明道学案 上 三十 卷十三明道学案 上 三十一 卷十三明道学案 上 三十二 卷十三明道学案 上 三十三 卷十三明道学案 上 三十四 卷十三明道学案 上 三十六 参见张宰言 臣性 的概念 欠恶必除 善思臣性以 查 恶未尽 虽善必粗矣 正蒙成明篇 人之刚柔 缓急 有 财与不财 弃之偏也 天本参合不偏 养其弃 反之本而不偏 则尽性而添以 性未尘则善恶混 故伪伪而既善者思未善矣 二 进去则善应已成 故舍曰善而曰臣之者信也 正蒙成明篇 三十七 卷十三明道学案 上 三十八 卷十三明道学案 上 三十九 卷十三明道学案 上 四十 卷十三明道学案 上 四十一 卷十三明道学案 上 四十二 卷十三明道学案 上 四十三 臣已有将近视为不具价值意识的 刑事性功夫之说法 参见其 言 问 敬意何别 曰 敬止是持己之道 亦便知有事 有非 顺理而行 是为意也 若只守一个敬 不知己意 却是都 无事也 且如欲未孝 不成只守一个孝 自须是之所以未孝之道 所以奉事当如何 温庆当如何 然后能尽孝道也 又问 意指在世上 如何 约 内外意理 其特事上求何意也 敬意之内 意以方外 何内外之道也 宋元学案卷十五 伊川学案上 关于此文 时将引发近的功夫意指的讨论 多处论境概念 因此称号的特殊论境的意理 确实值得重视 此处暂不展开讨论 四十四 卷十三名道学案 上 四十五 参见逢有蓝言 竟是心不分散 用道学家的话说 九世主 一 中国哲学史心编第五册 页一百二十 四十六 令参见成号语 学者不必远求 敬取诸身 指明人理 敬 而以义 便是约处 卷十三名道学案 上 以敬对待人理 一同合敬与臣 四十七 卷十三名道学案 上 四十八 卷十三名道学案 上 四十九 卷十三名道学案 上 五十 卷十三名道学案 上 五十一 卷十三名道学案 上 五十二 卷十三名道学案 上 五十三 卷十三名道学案 上 五十四 卷十三名道学案 上 五十五 卷十三名道学案 上 五十六 卷十三名道学案 上 五十七 卷十三名道学案 上 五十八 卷十三名道学案 上 五十九 参见少庸言 天与人相畏表里 天有阴阳 人有邪正 邪 正之游戏乎上之所好也 上好的则名用正 上好宁则名用邪 邪 正之游有自来矣 虽圣君在上 不能无小人 事难其为小人 虽 雍君在上 不能无君子 事难其为君子 自古圣君之圣 未有如 唐瑶之士 君子何其多也 实非无小人也 事难其为小人 故君 自多也 所以虽有四兄 不能四其恶 自古雍君之圣 未有如商 咒之士 小人何其多也 实非无君子也 事难其为君子 故小人 多也 所以虽有三人 不能遂其善 事之君则臣 臣则君者 事 细乎人也 君的臣 臣的君者 是非细乎人也 细乎天者也 宋元学案卷九百元学案上 60卷13名道学案上 61卷13名道学案上 62卷13名道学案上 63卷13名道学案上 64-卷13名道学案,上 326-172-1262-OK9-TEXT-HTML-29-Friday-26-November-201-10 5.50分24秒GMT28-2032-10年2月A05-495-114-C6-FV8003 HEITS6-172-126,台大哲学系,中国哲学会 保住锐气,度保锐资料,教学课程,学术论文,专书者 做,学术资源 张载哲学体系的基本哲学问题全是进入 首页,向上,孔子的境界哲学,孟子的功夫哲学,寻子 德性论与天论,中庸哲学体系探究,朱伯昆毅学哲学史方法 论检讨,一传中的基本哲学问题,周易经传的哲学知识学探 究,董仲书宇宙论论的如学建构,董仲书政治哲学与宇宙 论进入的如学建构,周连西境界哲学进入的哲学体系探究 张衡取思想中的如道佛存有论之差异,张载哲学体系的基本哲 学问题全是进入,少庸如学建构的一理探究,成号境界哲学 进入的如学建构,成一形上学功夫论与意学进入的如学建构 朱熙哲学的研究进入,朱熙功夫理论,朱熙谈本体功夫的像 木语意涵,朱熙本体功夫进入的为学方法与修养活动,朱熙 形上思想,朱熙形上思想的创造意义与当代争议的解消 The metaphysics of truth is,之言一意,中朱熙与胡虹 一理争辩之解析,胡虹心性哲学,胡虹如学相关论指,对 胡武风哲学的当代诠释之繁性,论胡虹从成人心性到物说的如 学建构,朱熙理议分书说之讨论,从朱熙鬼神观谈三教辩证 问题的如学理论建构,朱熙哲学思想书评经春风者,朱子哲 学思想的发展与完成书评留树仙者,变态极图说书,中朱熙 与陆向山一理争辩之解析,夜水星世功进入的如学建构批判 心统性情与心极理的哲学问题分析,陆向山功夫论进入的如学 建构,陆向山的教育思想,朱禄而胡知会的伦理一涵,成 白沙境界功夫进入的如学建构,王阳明功夫哲学进入的哲学体 细探究,论王阳明的知行关系,王阳明的三教辩证与教学风 格,陈来有无知静书评,罗清顺存有论进入的理气心性辨析 王夫之意学书评,代证重建如学概念的理论意义 档案下载 章载哲学体系的基本哲学问题诠释进入 1.摘要 章载是北宋诸如中建立如学理论体系最为完备的一位哲学家 章载论说宇宙论及本体论,也论说功夫论及境界论,本文集 从上述四项基本哲学问题的诠释进入,说明章载在如学理论建构 终具有创造性贡献的观念,从而彰显章载哲学的理论价值 行文 首先从,正蒙,篇章主旨说起,由于,正蒙,是章载晚年结论之 作,他所有的观念重点都在此处有了完整的展示 接下来针对章 在特殊论论论或使用的若干哲学概念术语进行解说,包括,太和 太虚,神话,鬼神,天,气质之性 天地之性,诚信,等,借由章载哲学术语特殊使用意义的诚 术,是先厘清他的主张的要点 接下来集以哲学基本问题的四方 架构为全世进入以讨论章载哲学体系,包括,时有不虚,左 用神庙,的本体论,阴阳往来,鬼神不存,的气化宇宙论 大心无我,尽性之命,的功夫论,大化天德,甚不可知,的境界论 最后,本文以章载批判道佛的几个重点作为讨论的 结束 关键词 张载,正蒙,圣人,宇宙论,本体论,功夫论,境界论,气质之性 性,天地之性 A study of Chantzai's philosophical system Through the analytical approach of basic philosophical Questions Abstract The Neo-Confucianism is a flow of theoretical Development through many philosophers and their Philosophical systems There surely have many Differences between each of them But since the evoked Of the Neo-Confucianism is for the purpose to against The Buddhism and the Taoism, then the difference Between themselves is still based on the same ground Of the value consciousness They are all belonging to The whole system of the Confucianism In this Respective, the author tries to tell one of the Philosophical systems to present its theoretical Contents through the approach of the four basic Philosophical questions Chantzai is the top one in The Norse, Song Confucians He is full of creative and Speculative ability of philosophy He created and Develops the Confucianism S-theory in all the Dimensions of the four basic philosophy questions In Cosmology, he built a theory of the Qi, Qi, University To tell the phenomena is changing but existed all the Time In ontology, he insisted the world is the reality Itself and with which he fight against the Buddhism And the Taoism In the theory of practice, he told People to open one's mind to treat all things in the World and never be selfish In the theory of perfect Personality, he said the position of the sage is equally To the heaven and not easy to be aware by the ordinary People Based on the above statements, Chantzai Criticized the Buddhism and the Taoism in three Dimensions They are, the first, the Buddhism thinks The world is not the reality, the second, the Lao, Jsa Thinks the universe comes from non, being, and the Third, the Chuang, Jsa Thinks the people could run for The immortal life Keywords, Chantzai, Sage, Neo, Confucianism, Human Nature 大纲 一、前言 二、张仔、正蒙、各篇章主旨解析 张仔哲学体系中重要概念范畴解析 一、以、太和、说道体的抽象性真 二、以、太虚、说道体的存在性真 三、以、神话、说道体作用的抽象性真 四、张仔 以、鬼神、畏作用意而非畏格意 五、天、是天道作用之天而非鬼神作微之天 六、以、天地之性、气质之性、二分的人性论说、成性、公 夫的异力根据 四、张仔哲学体系的基本哲学问题诠释进入 一、时有不虚、作用神妙、的本体论 二、阴阳往来、鬼神不存、的气化宇宙论 三、大心无我、善反诚信、的功夫论 四、大为天德、圣不可知、的境界论 五、批判道佛的理论建构 五、小节 一、前言 对于宋明如学的研究 当代学界已可谓成果斐然 如唐君义 穆宗三、冯友兰、劳斯光珠先生 在宋明如学研究上都有大分量 的作品展示 建立了多个理解宋明如学理论意义的解释架构 最 实质地推进了当代中国哲学的理论发展 并接上国际学术平台 但是哲学毕竟是一个永远可被创新的学科 只要拥有新的问题 实际工作方法 传统哲学的诠释工作就可以再有新貌 作者认为 当代宋明如学研究固然成果丰硕 但是却是显现未着重在诠释 如学内部意理发展的观点真值中 例如劳斯光先生以宋明为自周 张宇宙论 至陈珠本体论 至陆王星星训论的复返恐梦运动的一线 发展 二 而木宗三先生则是以周张陆王 与陈珠是两条路线 三 以此为权势分析的主轴 以致对于各家内部意理分析的认识与 解说虽着重在如学内部各家彼此差异的陈述上 而较忽略了各家 作为一独立的哲学理论体系自身的理论建构成果的彰显 这一点 却正是本文作者所重视的研究进入 这个彰显的重点还应该是致 放在一个平等对待如是到三学的解释架构中 才真能更准确的见 出宋明如学各家理论建构的真正成效与特色所在 因为宋明诸如 本就已批判到佛位立场 那么他们立论的深浅高下自然应该在三 学权势的共同平台中来评议 才更见明显 作者认为 宋明如学各家皆是从权势先情如学命题建立心 理论以对抗道佛的如学建构为理论建立的宗旨 在展开内部的各 种议题的发展 而如学的知识性格则是既是实践之学也是论说是 戒观之学既有功夫境界论也有宇宙本体论因此各家的如学建 够都应该是具备了哲学基本问题的各个面向的完整体系 只是在 讨论的重点上会有各家创造性观点的深数的部分或许只偏重 在某几个哲学基本问题之中的现象而已 至于体系中没有进行 创造性建构的部分那就必然是已经预设了前期如学史的观念 而所有的创造性观念的建构都是一方面建构理论 一方面 批判到佛 因此整个宋明如学的各家理论都应该从各个基本哲学 问题的创造性观点的解构角度来认识他们如何创新及如何对抗道 佛 这就是说我们应该分别呈现宋明如学各家理论在本体论 与 咒论 功夫论 境界论各个面向上的哲学创新或继承 这样才能 更准确地建出个别哲学家在中国哲学史上的理论地位及创造意义 本文将针对张载哲学体系进行基本哲学问题的诠释 这样的 工作方法即是一个研究宋明如学的新的工作方法 这个工作方法 作者在 作者在撰写 作者在《小于周莲西境界哲学进入的哲学体系探究大于一文中以 提出使用 就张载哲学而言 作者特别认为它是一位体系型的 哲学家 他在 宇宙论 本体论 功夫论 境界论 的各个基本 哲学问题面向中都有创性观点的提出因此特别应该以这样的功 作方式将其理论体系予以展现 本文将分开由三个层次来进行首先陈述正蒙各篇竹指 其次讨论 其次讨论重要概念范畴最后以张载哲学的基本哲学问题诠释 进入的方式建构它的哲学体系 二张载正蒙各篇章竹指解析 张载正蒙一书为其晚年定论之作完全彰显他的理论权 范 历来著述不少 王传山急着 张子正蒙注 基本上完全记 陈并发展张载的气论哲学体系 传山学堪称中国儒学史上最后且 最大之一家其思便利深邃而批判到佛捍卫如学的立场一先 明智级 明智及它诠释全书是正蒙 为如学理论养分之来源可见 该书在哲学理论建构上的深度与强度 正蒙 各篇各有主要套 论的问题 如能枪其意义展示 亦能见出张载思想的面貌 以下 将针对各篇主题做一说明 并对于哲学基本问题较直接相关的篇 张进行适度的讨论 小于太和篇第一大于 本篇是张载集篇最重要的哲学创作篇章之 一 是它的宇宙论及本体论的发言篇章 本篇集 太和 集 太 虚 概念讨论一个宇宙本体论的问题 主要要指出整体存在戒正 体示器也整体是道 因此整体是一个真实实有 因此道佛或师之 言无 或师之之之有 或师之言虚 言灭 而这也是张载卫如学剑 例行上体系的重要理论方式 给大家做一些稳定性的 legacy 感谢观看